有一個旁邊的人 明明說挖掉的 他覺得他死了 別人旁邊的人說 你沒有死了 你就覺得可以說話 說沒有人怎麼死了 你就表示這個人這樣 心情有點怪怪的 就有人他就叫我們 介紹去精神醫生 精神醫生也在他開導 說沒有啦 這死人不是這樣 不會說話 什麼 說沒有 最後呢 他跟醫生 總算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雙方都同意一件事情 同意說死人不會流血 最好他說 OK 我也同意死人不會流血 你知道死人為什麼不會流血 不是火燙掉 你的心臟燙掉了 火不燙 火還燙下去還會跑出來 現在是心臟不會蓬佩 不過蓬佩就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血就不會流出來 就是這樣 這個邊的人相信 他說好 知道 同意 我們做實驗 你說你死了 我現在用一支尖 給你堵你的精神 如果火流出來 標示什麼 沒有死 邊的人說好 我來堵我 那醫生就一支尖 插下去 撥一下 當然火會流出來對不對 結果這已經 照你講 這證明什麼事情 證明他活著 但是那個邊的人 他說什麼 原來死人也會流血 聽到嗎 笑 真的笑 明明證據是這樣引導去那個方向 結果他去電腦敗去了 但現在一樣 所有民進府說的證據 都很清楚的方向是這樣 但是他發到聽不到的人 就要引導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同樣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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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要動一動 對不對 那個不是要撐起來 來 頭一張 熱天的東西 第一張照片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來 放大一點 這是什麼東西 帥匙 來 放大張一點給他們看 各位 沒有辦法放大 沒關係 這裡面有 有海啊 還有天空啊 怎麼只能說鳳梨而已 你不覺得很奇怪 比較近 比較近 這地方也很 這桌子也很大 我們不是說桌子 桌子還白了 就空間來講 面積這麼多 是納色的部分 你只能看到鳳梨 你不覺得很奇怪 有的人說我看到天空啊 有的人說我看到海島啊 有的人說我看到海島啊 有的人說我看到魚啊 我看到海島啊 對嗎 我是浩浩老師 我的課跟別人不一樣 我都是創意性思考 所以我有一堂課 就是跳躍性思考 跳 跳 我給你一項問題 譬如說我給你一項 一個麥克風 你就想辦法把麥克風 投一個麥克風 再來看你要變成什麼 隨著你畫 來 下一張 我就給一個小朋友 剛才那顆鳳梨給他看 我就說 好啊 從現在開始 讓你一支筆一張紙 開始畫鳳梨 你就要跳躍性思考 先把鳳梨畫出來之後 第二次根據你的鳳梨 畫的鳳梨把它改起來 把它改起來 把它改起來 這樣一一跳 在碗裡面 把音量弄高一點 尖銳一點 這樣 你把它換掉 到底是什麼 這裡面 你們大家看 這裡面 這小朋友畫了幾顆鳳梨 我給你30秒 你們看完 我會問 看到幾顆鳳梨 這張紙裡面 這是學齡前兒童 所以你們不要把它想成大人 裡面有幾顆鳳梨 後面趕快就座 這個課很重要 聽不懂就太可惜了 好 這樣我開始問 好 因為這裡面只有一個鳳梨 走手 一樣的一個鳳梨 走手 好 放下來 看到有兩顆鳳梨 請走手 慢慢的 我要慢慢問 好 來 請放下 看到三顆鳳梨 請走手 好 請放下 四顆的有沒有 很多人沒有走手 是什麼 來 蛤 看了沒有 我來說這小朋友 為鳳梨 你就要 記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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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完全像 但是有看到鳳梨的請走手 這樣好嗎 看到有的鳳梨 這是人畫嘛 他不是相片嘛 對不對 你如果畫 不然你孫子拿一個相片 說他畫什麼 阿公請你看一下 你說都說不行 怎麼會這樣 有啦 看有啦 來 這裡面 一顆鳳梨都看不到人請走手 看到五顆以上的請走手 好 這樣 我們來做一個結論 記救大家都同意 看到一顆鳳梨 記救是哪一顆 這顆 這顆嘛 大家都認為都沒有反對嘛 看不到八顆 沒有嘛 最像鳳梨這顆嘛 對不對 第二顆的餅畫 哪一顆 因為跳躍心思考 它大的 沒關係 這裡還有一顆 那個什麼 餅畫什麼東西 太陽嘛 一個太陽嘛 對不對 鳳梨怎麼會變太陽 怎麼看 可以看 蛤 沒有沒有 有沒有人有答案 答 對對對 對對對 從上面往上看再變太陽 那長長的地方就看開了 再變太陽 就要對上面看 對不對 好 太陽畫後會是什麼 這個啦 這個啦 這個什麼 想說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這裡是錫鏡 想說這顆成錫鏡 蛤 根據什麼 沒破鬼喔 整顆光來好好喔 怎麼看 看哪裡錫鏡 數字 對喔 這就重點 數字嘛 這上面有什麼數字嘛 對到哪裡 從1寫到多少 27喔 27喔 一天是27點鐘嗎 摔不摔 摔不摔 1點鐘一天為什麼24個小時 為什麼不能10個小時 為什麼不是20個小時 10點鐘比較好想 想說一定要24點鐘 沒有 要學零錢嘛 他不知道一天24小時嘛 但他知道有數字 他就直接寫下去 寫到20千嘛 我就說 這是學零錢 還有中班的學生 20分鐘裡面學出來 OK 醫道 我們就要想一件事 時間檔期開始 時間 時間檔期開始 想到一天一定24小時 每個小時為什麼一定要60分鐘 為什麼不是100分鐘 為什麼不是60秒 為什麼不是60秒 為什麼是60秒 為什麼不是100秒比較好想 你有想過嗎 沒有嘛 為什麼沒有想 人家教你聲 你就想什麼 過去人家教你 跟你說是這樣 你就準備好就是這樣 你不會去想 時間 當時開始 人類一出 一有人類就有時間 你喔 蛤 人定的 人定的 人定前有時間 人沒定時間之前就有時間 沒有啊 日出日落也沒時間 沒有啊 日出日落也沒時間 沒有啊 時間啊 什麼叫做時間 這就很複雜 連物理學家都答不出來喔 時間為什麼有過去 為什麼有現在 為什麼有未來 時間為什麼照節奏再走 為什麼不是一下快一下慢 我說的很親喔 聽話 人家笑聽話 我過來 這算了他還會什麼 還會什麼 我告訴你 他這裡有一個差子 簽子 因為他想做什麼 想做Pizza 看起來就像意大利Pizza 你有吃的Pizza嗎 好像Pizza 很可愛 小朋友 這時間過了 上面用來一支一支 幾多支 好像時針 秒針 分針 三支飲料 出什麼 表示時鐘在跑 時間 指針在跑 所以有青有青 這有天才嗎 很聰明 再來 再來畫一個叉子 對不對 就變成Pizza 對不對 再來 這時候他給老師討一下東西 老師 請我一支鳥 好不好 一張一把尺 我說會奇怪 鳳梨裡面 怎麼有算說要用鳥去圍 你們在圍圍裡 那時候 想說要用鳥 尺 去圍圍來 不會嘛 鳳梨裡面 沒有一支筍 在那裡就要用鳥去圍 他給老師討一下 但是我要特別老師 我說好 沒問題 提供給你 照給你 結果 沒有幾分心把這位來 這也是最來 但是怎麼看 怎麼看它是鳳梨 我 先不要急 我剛才講過 你一開始畫什麼 根據你前面的畫這一個 根據這一個畫Pizza 根據Pizza畫這個 對不對 這個是怎麼從這裡來的 沒有切 沒有切 沒有它就是滾動 就是 你看 這個數字在這裡 它變成這樣 扣扣扣 對不對 在扣的 整個外面就照出來 數字就在這裡照 一片一片的圍圍就在這裡 對不對 有沒有 是不是很聰明 有的老師跟我說 許老師你太多了 你用大人的想法 套在小孩身上 不怪他是天才 我說沒有 你看看 他剛才我家 在這裡 在上面是什麼 蛤 那是什麼 那一台車嘛 車 車架是什麼 車架是什麼 車架 車架哪是鱗鱗 車包括鱗鱗嘛 車架是什麼 道路 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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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他想像不明金魚去餵這個 就是要說這個嘛 就是王爺 如果是爹 在那一陣 鱗鱗一條就走出來 過幾 那有天才嗎 本來是三度空間的鳳梨 加上時間變成四度 又拉回一度空間 天才 在不同的項度來的 悠遊之戰 刷來刷去 錢後不到20分鐘 這小朋友 學零錢喔 果然沒有錯 這些天才 我當時看到一堂肚子我怕一下 我跟小孩的老婆說 上出國 送出國 這是天才 好好的栽培 結果因為北部不相信 結果他做台灣正常的路 結果進了小學之後 回來我家畫士畫鳳梨 而且畫得很像鳳梨的鳳梨 想像力就不去了 我請問你一下 這堂肚子 你的小學生 高級老師會怎麼樣 我叫你發脾氣 你還跟老師開什麼玩笑 我叫你畫鳳梨 你給我畫這什麼亂七八糟的 發展 現在可能不敢要體罰 給你60分 讓你通過 撩連 這個學生不教了 天才在你手中 天才在你手中 後來證明是 為什麼 後來這小孩子剛剛吃到數學系 後來出國念研究所 現在是Post Out 這是十幾年前我的東西 現在是博士後研究數學天才 在國外 很出名 怎麼變成這樣 進到我們的小學裡面 他們的旁邊這種 就是我們的小學 把它繞著我們的人才 這些天才在你老師眼中 是蠢才 對不對 你跟那個圍王來 那就是罐頭式教育 你跟著一套師匠而已 被套在我們天才的 就天才的小孩子身上 你跟著繞著去 那不是 那不是 這種最準的你們 劃度到你老師的手中 我們在小學初中高中的 教育體系裡面 並說想 被排斥掉的人 很可能 我們台灣人很多有身材的人 就是在我們教育制度之下 被 當作蠢才來使用 被糟蹋掉 因為這老師不夠聰明 老師不行就壓制學生 學生就發揮不出來 一代又一代 把你練 是不是 聰明的你們都 你如果不送出國就糟蹋掉 變廢物 這些人考不上聯考 以前考上大學才10%而已 村子就這樣 半個吃臭 隨便你去 就去爛學校 農馬 混了混時間 整個頭路 整成功都開始做頭路 整四人都這樣過去了 結果是天才 好家在這 後來為什麼我不是上台大數學去 因為他其他科都不好 中文很壞 村子都不學 只有數學 但是他是天才 我們的教育制度裡面 不容許這根天才存在 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出來 是不是天才 考上台大是不是我們的人才 不是 因為你科技的方法不對 你怎麼可以叫大象獅子老虎 鱷魚一起比 跳高比賽 這樣不行 這樣對 叫他們去爬手 不同的動物 我們裡面每個人都不一樣的才能 怎麼會用一套的方法下去 你不要數學 你就是廢物嗎 你不會數學就完蛋了嗎 過去是這樣喔 過去是這樣喔 你頭髮瘋了 所以你數學你不懂 對不對 過去就是這樣 給你科技 還不是 你的系統裡面 都不是個東西 這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教育 很害 教育制度是設定好之後 會影響很多事情 但是執行教育制度的老師 也很重要 我自己是個老師 我現在再說一個故事 下一張 我以前在美國工作 我在東外 一個長順人的學校唸書 我們到 我是藝術系 我們研究所的時候 在畢業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 先不要說這個 我先跳一下 好了 我再講一個好了 直接說這個好了 好 我們到學期結束的時候 每一學期都會請益平家 現在你不可以看到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看過的人舉手 不可能嘛 你第一次看過 很新鮮的嘛 一堆人坐在頭前 頭前被盜白出來 那叫做益平家 從世界各地 出名的益平家 針對你有的東西 會批評 你就要怎麼樣 像這樣 就是 防守 就是 辯護 為自己的作品辯護 就這樣給你打分數 那時候 我學期 我記得在那裡 第二學 第三學期 第一學期去 我讀白之後 有一個日本教授 站起來 說 這不送 你這 你沒有去過歐洲 他說 我不要去到歐洲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在這邊看作品 你看我有去到歐洲嗎 但是那些沒有去歐洲 有點丟臉 因為大部分同學都去過歐洲 因為學藝術嘛 那我可能沒有去到歐洲 我就 我就剛才台灣直接來 我不要去到歐洲 我就趕緊卡電話 跟我媽 老母說 今天是日本老師給我撈開 說我沒有去過歐洲 我媽也說 好 這個暑假你回來了 我給你送去歐洲 那暑假我就去歐洲玩 來 下一張 到歐洲哪裡 第一站我們到這個地方 我那時候要去的時候 我想說 要去歐洲 我就趕緊一個團 不要是採購團 採購團 採購團去那裡都市場買東西 我都看不到就民勝苦疾 對不對 竟然就去買東西 對不對 我就找說 剛好有一個團 剛好出發 這團裡面都是國小老師 都畢業的 國小退休老師 我想說 國小老師既就師大畢業 還是師專畢業 教育水準都很高 還教書交了幾十年 應該很快 很好的一個團 就退 退後 我們頭一團到這裡 這些鬥魚 知道什麼哪裡嗎 有人知道 知道舉手 好 講 哪裡 什麼東西 不是 不是 來 再來 還有誰知道 這在義大利 梵蒂岡 聖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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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天主教的梵蒂岡 在十六十七世紀裡面 花了一百二十年蓋得好 一百二十年 十七世紀那時候 一百二十年蓋好 都九頭 那時候是沒有混雲土 沒有鋼骨結構 只有九頭這樣蓋起來 你看 這多元 我告訴你十六世紀 一六多少年 一六多少年那時候蓋的呢 四五百年以前蓋的呢 義大利人蓋的 這個人 這裡這麼高 到九頭 比一顆 我請問你 這丁管任何一個雕塑 十二個使徒的雕塑 每一隻雕塑 是這個人的 三戰老館 十二使徒放在丁管 嚇死人 你看 你這裡的比就知道了 下一張看得比較清楚 再後一張 這個更清楚 廣場 米開朗基羅 Bernini 設計 一百二十年蓋 一隻裡面 看一下內裝 很多人都第一次看到 來 下一張 上面看下去 整個義大利 梵蒂崗的城 漂亮 漂亮 來 再來下一張 看更漂亮 這裡面 內裝 紅衣主教就在這裡開火 上面是這樣 古早人 四五百年已經蓋了 上面金碧灰 金碧 這裡每個都有圓 叫做神龕 神龕裡面有放雕塑 雕塑的使徒的雕塑 放這裡 每個都三戰人看 下一個 你看 往上看 天花板是這麼漂亮 漂亮 漂亮 看到這種東西 教理說 因為這個 教堂就是要讓你敬拜上帝 神 所以你往上看 看 仰望 會覺得起敬畏之心 會覺得很莊嚴 很神色 很美麗 對不對 讓人家有宗教的情懷 照出來 對不對 看到這個教理來說 一般人應該有什麼反應 好回答 很漂亮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我在欣賞的 我也在欣賞 我說 第一次看到了 過去好像 相片上看到 現在看到真的 嚇到了 旁邊那個國教老師 沒想說他說一句話 照出來 這個沒想到 跟台灣廟一樣 我比較大聲而已 這句話說出來 我過人 不是跟他抓說 我說 哇 這慘了 這件那些漂亮的東西 你用這件月子去找他 那個日子叫找他 你知道 漂亮的東西不會去欣賞 把它放在那裡 這沒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跟人家找他 找他嘛 我想說國小老師 如果是對那些漂亮的東西 這種反應 不怪他對我們的學生 是這樣子在用的 不怪啦 他對美得好的東西 沒有欣賞能力 把人家 放在很假的地方 什麼叫做早壇 本來是很高級的東西 把你放在很低下的位置 那叫做早壇 你說你這人怎麼跟早壇 有沒有 比如說鮮花 漂亮的女生 嫁給一個 牛仔 對嗎 很可憐 這就叫早壇嘛 明明是好的東西嘛 你不要 LV包包 不能穿生肚 你知道嗎 我說你拿LV包包 還是Gucci包包 會不會穿小孩 聽到有沒有 不會穿內衣出去黑白晃 塞吃瓜 不能加平靈 聽不懂嗎 這叫做早壇 好東西 被妳早壇 什麼叫做早壇 這罐一兩萬塊錢的紅酒 這樣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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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糟蹋的紅酒 熟成牛肉一克兩千塊 整瓶就吃下去 那個又用糟蹋 你沒有在欣賞這個東西 我現在就煩惱了 跟這頓老師出去了 再來 果然沒有錯 接下來我們去奧塞美術館 進去美術館裡面當然看賭 後來進去我就慢慢看 出完之間這一群老師都不見了 這老師一直走下去 我就不管他 不管他我就繼續看 看了差不多兩點之後 我就走到那個 那個什麼 他們有一個reception 就是那個書店的地方 那邊有咖啡店大家坐那邊喝 我看那裡 徐老師你穿那裡做什麼 我們在那裡喝咖啡 我說看賭啊 什麼叫穿那裡看話啊 需要時間啊 跟工夫要做什麼 坐這兒喝咖啡找你去 那不太好 我說來這裡那花那筆錢 那個團費不少錢 十幾萬耶 坐到那裡我就要看賭 我坐這輪咖啡店 我說說 話不用看 沒關係啦 你去菜店去買也有 上面還有說明解釋 每一張都有耶 你看 是不是完蛋了 真的東西沒辦法心想 他過去都看複製品 Copy的東西 看擠上面 現在看到真實的世界不能接受了 我們現在很多宅男都是這樣 你在網路上看美女 對不對 自拍 漂亮的眼睛大一大一大一 那你都愛那種東西 真實世界的女生你沒辦法接受了 一大堆宅男不能結婚是這個原因 他愛上的是網路上凸凸 二度空間的美女 真實世界的女生是怎麼樣 會打架 會流瓶水 會放水槽 對不對 真實的女生就要洗水器 這樣是真實的女生 還會疲勞 隨著時間 歲月就越來越老 這種宅男只能欣賞那個 當下18歲照女的大眼睛照片 所以 你習慣看假的東西 真的東西沒辦法接受了 你們過去都會國民 都去用假的東西 吃得太大 現在聽到真理的事情 你聽不懂 看不懂 想不懂 你腦袋完蛋了 你來最外國就是最這個 不是 你過去有那裡嫁的東西 吃得太大 現在看到真的東西 沒辦法享受 不就是嗎 宅男就是 看假的網路美女 看真實世界的美女 不能欣賞說 這叫做美女 那叫真實世界 你知道 大家都在虛構的世界裡面長大 真實世界的事情 不能接受 對 那才是真實世界 台灣人過去在國民 都在嫁的體重來 生得很開心 現在叫你出來 叫不出來 還要走回去 聽得懂嗎 來 下一張 Trivalize這個字 再來要用他們的字 Trivalize 把東西瑣碎化 變成微不足道化 本來很重要的東西 這字的意思 做出什麼事 比較不重要化 或者比較不重要 或困難化 把它簡單化 然後 它實現 就是 比它真的一樣 另外一個字也可以用 Despise 或是downplay 把它放低 來 下一個 OK 這就這樣 以前我們這個系統裡面的東西 這個系統裡面 看到這些複雜的東西 比如說這是教堂裡面的複雜的東西 看不見了 過去你 你知道的 但是沒有規格 看到這些東西 嚇到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一件事情 這群老師看到那個漂亮的東西 為什麼沒有反應 為什麼反應是這樣 我就要想 因為我也是老師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我有得出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有規格的東西 這是老師沒有的 第一個字很重要 叫做capacity 來 往下走 我們來幾個英文字看看 capacity 那個 來 再走 這有點暗 它這個 capacity是什麼 能耐 比如說 我在島上擺了很多道菜 很好吃的 很清潔的整道 但是 你吃不下去 為什麼 像你肚子這樣而已 你的胃只有這麼大 吃不下去 對不對 沒有載到這裡 想要全部吃下去 又怎麼辦 增加你的 能耐 增加你的 能耐 你肚子要有這個 肚量才可以吃得下 所以增加你的能耐 增加你的能耐 這群老師就要增加他的能耐 那怎麼增加能耐 我跟你講 我舉例來講 我還要講英語一句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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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語 北京語 台語 什麼語 都會跟我說那時候 我的世界就比你更多 中文的世界更大 那不是 因為每一種語言 那代表意義是不一樣的 那只有在那種語言 我親自來講 黑白白 青春春 紅紀紀 這英語怎麼翻 你知道嗎 英文裡面 complexity 中文怎麼會翻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怎麼翻 你中文直翻 就不對 Democracy 什麼叫民主 你翻成中文民主就不對 原來意思叫Democracy 你就不會 你用中文的世界去看他 就出門了 所以要增加你的能耐 所以語言要增加 你語言 你如果不要英語 你的世界也不一樣 你去上網去打的 你去打英文 你看到很多資料 都是英文的資料 你的世界就不一樣了 你的世界不一樣 你的世界不一樣 你不要網路 跟不要網路差很多 你最新的消息 不要到幾秒鐘就出來了 地震剛結束 不到一分鐘 你就看到網路上 有地震的報告就出來了 你敢知道 不用等到新聞起來 你自己都可以預測天氣 你上網打一個 衛星雲圖 你就知道現在 七項不用等到七項報告 最快的資料都找到 全世界要去哪裡都可以 你不要去巴黎 你用Google Earth 大概巴黎去看就好 都可以 所以你電腦 你如果沒有 你現在的世界 全力和力量 是掌控在知識裡面 你沒有知識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了 你就被人逃害掉了 比如說你現在來這裡 遇到法例 你就比外面的人贏 對不對 那些人聽話不聽 沒有的人就在那裡 自生自滅 你會聽到 你知道的心來 你就賺到了 就這麼簡單 一個capacity 不光是語言的能力 還有什麼 小孩子有很多種 有這種是聽覺的能力 有的小孩子習慣用聽的 不要看著 有的會看著 不要聽著 我可以靠肢體語言 每個人學習的方法 透過的途徑都不一樣 有的人需要 數字來認識東西 有的人要聽聲音 如果你在 聽聲音的小孩子身上 直接說字 沒效 叫他去看著 沒效 因為是透過聲音在學習的 有的人要透過互動 比如小孩子 叉叉掉 到學校老師都說 不准動 但是他是屬於 肢體語言的小孩子 他需要跟人家互動 起來跟老師抓一下 要不要 對不對 這樣斥責 斥責他學習的過程 你要去了解每個小孩子 不同的個性 好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是透過什麼方式 你在學習 我就配合你的方式 把我要告訴你的知識 交給你 這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是以人為中心的 教育方式 不是我要套一個公司 跟工廠 把你的罐頭改下去 不適合都淘汰掉 不是這樣 為什麼過去的這種教育 你就是被佔領地的人民 他為什麼要用那些好的教育 給你 為什麼你藝術看不見 這次老師就看不見 又來教你的學生 你為什麼不看 老師就看不見 要教什麼學生 會有什麼樣的藝術系 的學生 都完蛋了 明白嗎 所以只有一些少數性 的人出國去念書 要介紹好的教育 就發揮出來了 如果沒有那些好運的 為什麼 都整四人 瞭然去 求自己 很可能 還不是 台灣人都缺財 以前大日本帝國 幾十年之內 把台灣的水準 從不四字一大堆 到百分之七十八 四字裡 那時候台灣人出國念書 二十萬人而已 全世界去留學 日本大部分 但是英國 歐美都有 你知道那時候台灣人 我們的阿公阿公 那邊是這麼好的教育水準 怎麼今天變成這樣 我說什麼 你們都看不見 都聽不見 你們在教育 你們的教育 把你們變成這樣 很可能 所以現在民進府就要補 要不然為什麼要上 藝術史節 上個藝術史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會覺得說 我怎麼會有教育去買藝術 過去你的藝術科 都拿去上數學科 還不是 誰人幫你上藝術科 沒有啊 完全不懂 因為那是 上階級的人在學的東西 你們樓梯去做工人就好 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要幫你製背 現在要教你又聽不懂 趕快跟上吧 民進府要站起來 對不對 你學做官員的人 當然要懂藝術 當然最好的教育 要教給你 我到很好的學校 去學的東西 就要教給你 就要幫你教 你有免術科 那也不是小優勢 這樣就是小優勢 有餐廳的 說說這語言很多種 你就增加你的語言 你要想辦法 台灣人不是很好 Ed 同樣帶走到後面去玩 我有錢 我現在可以去欣賞東西 不好意思 到那裡你也吃不下去 所以一群老師去歐洲 吃了很貴的下午茶 對不對 花那麼多錢就去吃下午茶 不就很貴 你的下午茶十幾萬了 小孩是人 回來的時候都不知道 小孩照片 買了一大堆名牌包包回來 都沒了 就這樣過去了 那怎麼樣把你那個賺回來 如果你之前有那個能耐 到那邊像我這樣大量的吸收 增加自己的知識 你就賺回來 你賺回你的生命 人一世人才多久而已 你要這樣花很快就花完了 難道不是增加你的能耐 把這時間賺回來 你每天去運動沒了 運動如果你的能耐沒有增加 你去運動也是浪費時間 你多久 但是你沒有這個能耐 去享受生命 人生沒辦法享受 因為你沒有那個能耐去享受 所以要增加你的能耐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解碼器 什麼叫解碼器 東西灰灰 你看不見 對那頂老師來看 他看到那種聖彼得大家當 看不見 沒有人幫他解碼 什麼叫解碼 以前在外國 或是中國買一些DVD 都有鎖碼對不對 鎖碼拿到家裡把它倒下去 怎麼都亂碼 看不見 你用解碼器放下去 清清楚楚 對吧 一樣嘛 鎖碼老師看到那種叫做亂碼 到歐洲看到亂碼 花十幾萬去看亂碼 還看不見 無法解讀 所以鎖碼老師缺一個解碼器 待會兒我一個 今天基本上我可以不同的解碼器 一項一項給你 一個個給你 短時間給你 吃得下來就吃不下來回去 繼續看我的DVD 反覆在網路上都可以看 來 再來 這透視法應該說給 上過藝術史的人都上過了 再來下一張 這就是能力 台灣人還有一個問題 台灣人是有能耐 不要講說台灣人沒有能耐 是什麼樣的能耐 吃本手的能耐真好 對不對 沒錯吧 能耐啊 你有在材料吃什麼 你每天用什麼來養你自己 我說啊 媒體上的星山社的新聞 你就是看那個 你就是吃那個 所以你吃本手的能耐很好 看到好東西的能耐沒有 好東西是什麼 發力啊 對的事情啊 對的事情啊 正義的事情啊 善良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的能耐沒有啊 但是睡在狗屁頭上的事情 能耐很好啊 電視來爆炸人 再去爆炸死多少人 誰誰誰誰 還開心到要死 在看社會版 對不對 真的看那個啊 那就是看本手的能耐真有啊 看到好的正義的好的事情 沒有能耐欣賞啊 剛才那個狗屁了 這是什麼東西 看不見 多可能的呢 好多東西的欣賞能力沒有 對壞的東西欣賞能力一大對 你就是王基隆本手的養大 所以你有病都 資源回收人嘛 本手的人嘛 真的啊 我是講得很切實 包括我在內 我不是說只有你們 包括我在內都這樣 我是這樣 親切起來 希望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每一天用什麼東西 在養我們的腦袋 養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在想什麼東西 感動本手 在想什麼東西 在想什麼東西 包括你講什麼歷史啊 什麼的 那都把你騙的啊 整條都假的啊 不要講太多了 講這個好像大家也不對 來 下一個 好 沒關係 來 再下一張 我們慢慢走快一點 好 增加語言 視覺 聽覺 嗅覺 觸覺 觸覺的語言都有 好 來 下一個 下一個 那除了講 他說有語言外 我跟他說 有人說 我可以講英語 你只會 This is book 那叫做會講英語 你好 說那你會發語 你好 你會一句 開玩笑 你的英文單字沒有 沒有超過幾千個 五千個 一萬個 那就不要講你會英文嘛 不會嘛 你只會講幾個單字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你除了 就要很多種語言以外 在語言裡面的字 你才懂得很多 你才有真正 全熟練這個語言 就是你這樣掌控這種語言 了解喔 很難聽但是慢慢聽 好不好 來 下一個 會很難過啦 你上我的課會有點難過 因為Mind Blowing 下一張 下一張 那我就跳一下 好啦 我現在把你們帶到美術館裡面 就那天我們去看 這段老師就站在前面 導遊說 大家來看 好啊 來 你們現在有沒有欣賞這個 請問你們這是什麼欣賞 這樣啦 給你看 帶到前面 你不用帶到義大利 在這裡就看了 我照片給你看 這要怎麼拍照 來 他在表現什麼 來 這是什麼 啊 誰 他 母愛錯了啦 喔 來 下一張 你看看就看錯 來 下一張 我看得清楚給你看 好 在講什麼 你到教堂裡面去看母愛 對嗎 教堂裡面為什麼要給你看母愛 我告訴你 母愛是有一部分在裡面 但是絕大部分比這個還複雜很多 所以你需要解碼器 我先不講其他的 這叫Pietas 這來這裡主角就是 你如果不知道故事怎麼欣賞雕塑品 這是米開朗基羅的作品 然後怎麼欣賞 因為大家製造業出身 對不對 我懂製造業話跟你講 這樣好不好 我們先從製造業開始 製造業 製造業是想什麼 材料嘛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 這個雕塑品 是整粒的代理酒 撒出來 過期的技術 你如果撒不到 比如說金頭回去 是沒辦法黏回去 先跟你講 金頭如果撒一下回去 沒辦法倒回去 不是炒 不可以黏的 這表示什麼 既然工夫了得 對不對 一開始這樣撒 整個線撒得好 這有厲害嗎 整粒酒頭 你撒不到什麼 重褲 整粒酒頭重褲 比較有材料 沒有 所以一次就要到位 第二個 製造業 同樣一顆石頭 同一個材料沒有換 你看吧 同一個石頭 雕出有皮膚的感覺 人肉的感覺 布料的感覺 對不對 有外人的感覺 有西人的感覺 厲害嗎 有厲害嗎 這樣要分享嗎 光是就製造業的角度來看 藝術品 只有這樣就看過了 很難對不對 慢慢來 慢慢來 慢慢來說 慢慢來 再來 這裡面的主角是誰 我跟你說 耶穌 瑪利亞 耶穌這時候 你們如果不知道背景故事怎麼欣賞 說到母愛 是啦 但是他主要不是在講這個 耶穌在定十字架 死後 放在他們老母瑪利亞的膝蓋上面 看著他一尊 所以瑪利亞的表情是什麼 你說不對 不是只有悲傷 有悲傷 但是多於是 那你就要用別的方式來解答這個問題 老師 你如果看那麼多 我怎麼看沒有 聽我說 你看這雕塑作品 我們過去是製造業 我現在 最近走到服務業 我講到服務業 還用服務業的語言跟你們說 服務業裡面 我們來講一個電影產業好不好 你拍一個電影 你要賣 賣座的電影 要有劇照 對不對 廣告 過去是圍牆棒 後來是車廂廣告 上面是不是要有一個 比如說你要看黑暗騎士 它就要有一個很棒的那個照片 你看到那個商品 這一定很好看 哈利波特一定要來看 因為它照片很酷 對不對 他如果找一個很爛的照片的話 你會想看這部電影嗎 完蛋了 不行 對不對 你名字也要取得好 那個照片也要取得好 那電影才會大賣 那不是 那就是服務業做的事情 你這間店 裝潢得很漂亮 人家想要一次賣消費 那不是 一樣 你做一個刀作家 你只能磕一次作品 你要選什麼樣的題材 是不是很重要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時間點要選對 你選錯的話 錯過那個精采點 那就沒有吸引人的地方 那還有 這部戲裡面的演員表情要對 對不對 伴哲指數好看 是因為他表情好看 他在適當的時候表對情 你笑過不好看 沒有到位也不好看 就要恰到好處的電影 演員照好看 所以這個雕塑家 大家就要想辦法把他表情弄到對位 你如果不知道這故事在演什麼 你怎麼知道他演對位了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背後的故事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這雕塑品在講什麼 對不對 好啦 我剛才說這個雕塑在哪裡 教堂裡面 我跟你講 你如果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知道基督教文化 整個基督教在講什麼 知道的請舉手 都沒有人知道喔 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三以上的人口 都在信基督教 你不知道基督教在講什麼 知道舉手 不要客氣 幾個人而已 好 不知道舉手 我總是要 我不要其他人都在睡覺 真的不知道 不怕手在哪裏 請放下 好 給我七分鐘 我幫你簡單來講 簡單的介紹 我跟我說我藝術史 我如果沒有討論基督教文化 我沒辦法欣賞那些東西 你不知道故事 你怎麼去練藝術史 不好意思 藝術史西方傳過來 你怎麼去練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七分鐘簡單跟你講 基督教基本上 七分鐘就知道基督教在幹嘛 不是很厲害嗎 我七分鐘跟你講 我已經濃縮了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你看 有人覺得奇怪 那也不是信人 我偏偏不是 基督教裡面 你如果要靠行善進天國 永遠沒有可能 進不了天國 基督教最重要的 最主要不是勸你行善 第二個 我再反面點題 動動腦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勸你加入一個中間 基督教 欸 我就看人家受洗 加入教怎麼沒有 偏偏不是 你受洗加入基督教 不一定進天堂 第三個 他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基督教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徐老師你開玩笑 大家都是因為精神寄託 有空虛在起的 我告訴你偏偏不是 反面點題對吧 那基督教是什麼 對不對 我跟你講不是這個不是不是的 那是什麼 對吧 那基督教是什麼 我簡單說一句 救人不會死 救人不死 人會死 他救你不會死 那徐老師越講越離譜了 基督教的追思裡邊我就看過了 有基督教墓園都死人 那也說救人不會死 對 這個要講的要慢慢講 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講 那你要看死的定義是什麼 你要講死之類 死這件事 你要講 definition 原文對基督教裡面 對死的定義是什麼 separation 分開 分開啦 救你不會死就是 不需要分開 死有兩種 一個肉體靈魂的死 人死後靈魂離開肉體 對不對 分開了對吧 因為是一種死 那另外一種死是什麼 你說上帝跟人關係分開來 也是一種死 也就是靈你的死 救你不死是讓你跟上帝 恢復來往 另外一個是活過來 就是你的靈魂又回到你的身體 有人說 我的身體已經火化燒掉 現在怎麼辦怎麼辦 很簡單嘛 基督教講的是 上帝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神 他創造人的身體 你再做一個行骨 你又回來還不行 你靈魂沒有死 所以基督教講的 上帝跟我們的過期 對人很好 變成神 那不一樣 我現在講的是 創造者跟受造之物 基督教講的神 是一個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不在時間以下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神 你創造者 造物者 這觀念跟我們過期 對人變成神 那觀念是不一樣 因為宗教叫做 啟示性 叫Reveal Revelation 啟示性的宗教 除非上帝對人啟示 否則人無從 用他的有限的腦子 去了解這個宇宙是什麼 除非創造者告訴你 這就基督教講的上帝 這樣鄧海公的死是什麼 是分開 不死就是讓你不分開 下一個合理的問題是什麼 人是為什麼要死 對不對 你要問人為什麼要死 難道上帝造人 是為了讓人死嗎 你要問這個問題 對吧 上帝如果是善良的話 為什麼要讓人死呢 這個死就要看原因是什麼 造成separation 造成分開的原因是什麼 原文的意思叫做 有一個叫做罪 我們要有幾個概念 幾個concept of word 一個叫righteousness 就這個上帝 他有一個本性叫做公義的 justice賞善罰惡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罪 什麼是罪 犯罪 要死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說 罪的定義是什麼 我剛才說死 說罪 罪是什麼東西 原文的意思叫做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在裡面 那個很抽象 這怎麼是罪 過去我們對罪的觀念是什麼 做不到事情 對不對 對不對 犯罪是不是做不到事情 他說不是 不是跟這樣而已 基督教講的觀念是 你不該做的你去做也是罪 你該做的沒有去做也是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兩個都跟你包起來 包三包海 還有一點 你過去如果要做一次 就是你做了 沒有什麼過去現在未來 你只要這輩子有做過一次 就是做過了 就是犯了罪了 然後另外一個 罪 耶穌自己講的例子 不是說你行為造出來 你只要見了婦女心裡動了淫念 還是看人家恨人 你已經殺人了 已經犯了奸淫了 還是按照這個標準 因為上帝是看人內心 這個標準 沒有人沒有罪 所以大家都犯了罪 那對上帝對這個罪要有一個回應 他如果是公義的話 他要怎麼罰你 上帝有個本性 叫做聖結 聖結 聖結 聖結對於犯罪的事情 不能在一起 骯髒跟誤會不能在一起 所以他做的方法是什麼 讓你跟他分開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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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分開 跟生命分開 你就死啊 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什麼讓你活過來 又回來 那這個中間這個問題 這個罪的問題就要解決了 對不對 那怎麼要解決這個罪的問題 有一個法官 上帝好像有一個法官桌 這個犯人抓來了 這個人偷了什麼東西 好啦 三個月 徒刑送走 另外一個犯人又帶過來了 這人幫他手夾 好 夫妻徒刑送去了 這個人臺 死贏 又送一個來 判不下去了 為什麼 你送來這裡的兒子 你送來這裡的兒子 他還要 這個法官可不可以不要判案 不可以 你變成不公正的法官 對吧 你應該照法官的身份來判這個 就算你兒子也得判 對吧 可是他說不敢 我真的碰到兒子的兒子 不敢 那要怎麼辦 那我不判好了 就算他無罪釋放可不可以 你變成不公義的法官對吧 不公義的法官對吧 不可以 所以現在就兩難了 英文叫做delima 就cut in between 卡在兩難之中 那怎麼辦 再來要怎麼改館 找人家保釋對吧 保釋 我請問你 在監牢裡面的其他犯人 可以互相保來保去 做保把人家送出來 不可以 因為他們都應該官人 什麼互相做保 搞什麼東西 你做保要外面沒有罪的人進來做保 對吧 因為他腳付足金 那人在揣 不能犯人之間搞這種飛機 對吧 不合理 好啦 那誰 誰有資格可以來做保 幫他做保 沒有啊 為什麼全世界人都該死 大家都犯罪 剛才說犯罪的標準 每個人都有罪 要怎麼改管 所以最後怎麼樣 法官自己下來 因為法官沒罪 所以他自己替這個孩子付上代價 這就是上帝跟人的關係 人是以創造的 犯了罪 照他的本性 他應該罰人 可是他也不敢 所以他怎麼樣 他自己道成肉身 成為人的樣式就是耶穌 所以耶穌來就是要死的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死的 一定要死的 一定要定十字架 這大家都知道 耶穌來 所以基督教的重點 是在這裡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當那個贖罪祭 那個羔羊 就是要替人受死 但是如果他死了就死了就算 不對 對 表示什麼 他是人 他不是神 所以基督教的重點在一個很重要 接下來是什麼 基督教最重要的節慶 不是聖誕節 是復活節 耶穌後來定十字架之後 死掉三天以後又復活 復活證明什麼事情 他是神 他不是人 以前的話都勝過死亡 了解 所以你要毀掉基督教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證明耶穌沒有復活 就解決了 基督教就是核心就在這個 所以他們就要證明 復活節很重要 基督教的節慶 復活節最重要 現在知道 但是我也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道人 我也不是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要給你們一個解碼器 你知道這個故事之後 你就知道怎麼看這個藝術品 好 現在回到這邊 耶穌死在他手中 對不對 這是瑪莉亞她的母親 因為上帝透過人的身體 生出來的 對不對 神透過瑪莉亞沒有經過 人的性行為產生的孩子 就聖靈感孕 所以就無罪 你如果透過人的性行為 就帶著罪性下來 所以基督教裡面聖女懷孕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證明說他是神 直接聖靈感孕 所以他沒有帶著人的罪性 他才有資格替人付代價 現在死了 死的時候瑪莉亞這時候 是他媽媽沒有錯 可是他現在心情很複雜 怎麼複雜 這是我兒子 但是我也知道這是聖靈 這也是神透過我的身體生下來的 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所以他現在 除了母親對孩子那種笑顏 衣瓜還有一個 他整個信仰要崩潰了 他所信的上帝怎麼會死掉 哪有可憐的事 神是不會死的 那怎麼會死呢 那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他信仰在這個是 耶穌是在三天之後復活的 所以他這時候是這個狀態 三天之後他當然很高興 因為耶穌復活 他整件事情也解決了 可是在這之前 所以他這時候的表情 不光是哀傷 不是失掉一個孩子的哀傷 他包括他整個信仰要崩潰的哀傷 所以他那個臉的表情就對了 這不是普通的愛上 不是腦袋才會好 不是耶 這個是很深層的一個 所以藝術家會選這個點 做這個創作 米開朗基羅就是大師中的大師 會看喔 這就是易平家 我幫你解碼 解碼之後你會欣賞這藝術品 所以你現在欣賞的藝術師 已經遠高過國內很多的 藝術系的學生了 馬上就跳一級起來 變成研究生 研究生 而且你還變成易平家 你看藝術品的好壞 你會判斷的 知道了嗎 會了喔 來 下一個 這是解碼器 我之後會丟很多解碼 這就耶穌復活之後 現在教堂裡面另外一幅畫 你就看得懂了 耶穌復活 他那時候定十字架的時候 有人用錢給他插 確定他死掉 羅馬的刑法很殘酷 把你釣在那裡讓你撈到那裡 撈到那裡 撈到那裡 但是他拿到那裡 不撈到那裡就撈到那裡 所以他要把他確定他死 就是用堵的那裡 如果撈到那裡 撈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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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血小板跟煮食液 分開的表現真的死了 如果真死才可以拿下來 那時候有一天 耶穌復活之後 就跟他門徒顯現 門徒看到耶穌 你向上哪會走出來 你不是死了 怕一下說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鬼不吃東西 就叫他把餅給他吃 魚給他吃 還要喝酒 門徒裡面有一個 叫做多疑多馬 道聽Thomas 他說 我看上去不準算 我手就要去摸 耶穌說來來來來 他就說手前頭去嘟 真的嘟那個筐 那叫做多疑的多馬 所以耶穌說 你看到才相信 摸到才相信 那些沒有看到就相信的人 那更有福了 就在說這件事 這幅畫你又看得懂了 跳再下一個 來 藝術節嘛 我告訴你 剛才我來舉手 我說怎麼這頂 我們這一集的學生 沒有幾個知道 全世界的宗教裡面 基督教占百二十二億 三十一點五%耶 全世界耶 另外一個回教徒 占二十三點二% 十六億耶 全世界 占超過半數的宗教 你說一點知道都不知道 台灣人是不是就給我喊這個 很害的 你看 這裡面 印度教還在這裡 這無神論者 你們是在這裡耶 台灣人給我喊這個 無知到這種程度 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都不知道 剛剛知道自己 小小世界的小小東西耶 民政府是給他 全國際來看事情耶 才講國際法嘛 你要跟世界接軌 憑什麼接軌 你還在那些店裡面 是什麼接軌法 我說請問你 你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 都不知道那時候 你是怎麼接軌 所以一定要知道嘛 所以我就慢慢 一樣一樣的給你補嘛 藝術也給你補 宗教也給你補 去了解嘛 知識讓你有力量嘛 你沒有知識的 給我玩假的 過去台灣人 對這些戰爭法 國際法都不知道 早上玩嘛 去做奴隸嘛 可憐的原因是因為你無知嘛 因為你無知 所以你可憐嘛 現在讓你有知嘛 你就不可憐了嘛 給你補充知識嘛 短時間給你 知識給你補進去嘛 你走著站起來嘛 你才站得起來嘛 不然以前是貪在那個地方嘛 就算給你好東西也吃不下去 沒有那個能耐嘛 你知道嗎 來 下一個 這是Bernini 跟他一樣的 但是我如果一瓶加 我會給剛才那個分數比較高 為什麼 這是希臘神話的另外一個 是男的追求女的 追求到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那女的變成一棵樹了 所以他沒辦法享受到這個女神 青春的肉體 沒辦法享受 因為變成手機了 變成手機了 這是希臘神話 就是說人在追求東西 最後那一剎那 沒辦法得到他 沒辦法享受 就算你追到最後也吃不到 就有那關心情了 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 其實很有趣的 你慢慢研究 西方的藝術裡面 除了基督教 還有一個希臘神話 都在裡面 你要了解神話 你才能欣賞這個藝術 叫Bernini做的 來 下一個 好啦 義大利和我馬的廣場 好啦 我現在帶你去義大利 去欣賞藝術品 看到廣場 你看到這個 你怎麼欣賞 請問 還有一個水底 水底裡面有細仙 四個繩 放在那裡 那這什麼意思 我現在要給你們 帝國結馬 我直接講 給你們知道的機會幾乎是零 這上面四個河繩 河繩 就掌管 他們古時候的世界 每一條河 比如說東南西北 每一個地方 都有掌管那個河的河繩 哪一個國家 把四個地極的河繩 抓到他那裡放 只有帝國敢做這種事 對不對 你如果小國家 就越南把河繩抓到那裡 你還不是叫我手繩 你是什麼帝國 對不對 你中國你也跟人家 創作你是什麼帝國 你有沒有做到這種水準 你如果沒有 你不敢這樣做 所以他東方是什麼 非洲的尼羅河 南亞河 多瑙河代表歐洲 跟橫河代表亞洲 有沒有 南美洲 普拉塔河 對不對 不同的河的河繩 叫那裡 標示說 我這個人掌控全世界 過期就是這樣 四個地極的河繩 叫我抓到這裡 什麼是河繩 河繩為什麼這麼重要 以前說的文化發源 是跟著河發展的 河等於是一個民族的命脈 你的命脈 你的命脈 我抓到手頭 就是我是帝國 只有帝國敢做這種動作 宣誓性質 慢慢再講 再來下一張 再來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這哪裡 艾菲爾鐵塔 艾菲爾鐵塔 巴黎是城市的名 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它是有 Ever Tower 1889年就蓋好了 有 1450年以前就蓋好了 蓋好了 蓋好裡面就有電腿 一年有幾十萬 十百萬人 爬上去 又亂看 那時候 你阿祖那時候 1889年 你裡面這個授集 上上個世紀 兩個世紀以前的事情 那就是帝國 你看這幾隻腳 蛤 鐵塔四隻腳 為什麼四隻腳 為什麼四隻腳 你這個不是答案 不然他就四隻腳 這怎麼是答案 我說為什麼四隻腳 為什麼四隻 為什麼不是五隻 為什麼不是三隻 所以要講理由 重點是你要講道理 我就要講道理給你聽 為什麼四隻腳 剛才不是看河 有四個河神 一樣 它這個是往天空發展的 貴旗是四的地極 以前的那個 版圖是靠戰地為王 貴旗的戰爭是不是 帝國是地越戰越大越厲害 法國新的帝國起來 他宣告一件事情 以後的帝國不是靠騎馬打仗 來仔細聽 要不然你會錯過 三度空間 你能掌握天空 你就是帝國 貴旗你的騎馬打仗不算了 我介紹一個新的Generation出來 這個新的帝國 新的帝國定義 是要掌控三度空間的 所以飛機沒有多久就走出來 那時候是飛船 過來的飛機 再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60年以後 另外一個帝國又起來了 這個帝國說 到天空算什麼 我到月球去 阿姆斯狀 對不對 你小時候有看電視嗎 轉播實況者 阿姆斯狀 有看電視跳來 走幾步 說人類一小步 他的一小步 是人類一大步 對不對 有厲害嗎 走到月球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好像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好 來 這麼好 都擠起來都沒睡覺 好 下一張 這什麼 這叫做好奇號 再過幾十年 2012年的時候 美國又做一件事情 這個帝國更離譜 月球算什麼 我到火星上去 這無人小停喔 來 下一張 直接到火星上去 我問你喔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你才知道那個偉大的程度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你有看嗎 講個數字 來 大家有看嗎 很接近了 一千六百倍 我怕死人嗎 到月球已經很遠了 幾天了 一千六百倍 就要多久 一千六百倍 剛才那是衛星 是離地球很近 現在你說火星 你就要派這個氣 還要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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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 那很嚇人的科技 你在那邊掌控 這無人的艇 在那邊走來走去 那邊掌控 收集石頭 還要騎哪裡回來 這有厲害嗎 這叫做帝國玩的遊戲 帝國 我現在要介紹帝國給你辦 下一張 這什麼 都沒人知道 你看 羅浮宮頭前 被譽名設計的entrance 進口處 我問你 這又要解碼器了 為什麼設計這個形狀 下一張 為什麼設計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為什麼是這個形狀 你要會解碼 你沒有解碼器 你看這個也沒辦法 你在法國羅浮宮也沒有用 埃及金字塔很好 為什麼是埃及金字塔 為什麼選埃及金字塔 為什麼選埃及金字塔 為什麼不是選其他東西 再來要解碼 為什麼 為什麼埃及的金字塔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 是 所有西方的文化 發源在當時 人類西方文化 六千七千年 就在埃及就有 埃及之後到希臘 一個一個這樣傳承下來 所以法國 它以 所有西方文化的继承人自居 是说 戒神到我这里来 埃及现在已经不怎么样了 希腊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法国 所以建这个 文化上面的帝国 文化上的帝国 你看看东西 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把你解开 你就觉得这些人都好坏 对不对 他各个方面宣告他 他开多少钱去做这个 开玩笑 你不败的东西永远不懂 帝国懂得就一直在做帝国的事情 你这个小地方 又有帝国里面派来的流亡难民 给他招的人还不败 但是我现在要把他招回去 日本帝国的时代 所以我把他招回去 就是给你这个 什么叫帝国 大日本帝国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那不是 你招牌可以不知道 我来招 我教啊 你要学啊 来 过来 下一张 这什么 这里面如果有看过 我真的会吓一跳 我会被他吓死 迷离没有人看过的啦 什么我去过 你要先搞清楚我讲什么东西 才说我去过 这个地方已经被烧掉了 什么我去过 这个是一 五几年的事情 我才去过 你拜託的 两三百年前的 所在我去过 我时功倒流 时功醉倒流 哎呀 哎呀 要不然有 我跟你说 现在开始 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要讲 你可听 我会告诉你 来 这是 来 下一张 水晶 水晶工 那时候 世界的 科技不太好 但是英国最早 那时候大片的 这都是薄雷糙 有结构 钢架 就装起来 这里面 它做一个万国博览会 里面有多少的摊位 给你有 一万个 一万个摊位 你慢慢想哦 你世贸中心 全部加点不到几百个摊位 一万个摊位的 水晶工 一万个摊位会接待多少人 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拉扎水 对不对 就要去便室 你要准备整个便室给他们 要停车场要多少车 里面要不要冷气 我现在说那些时代 英国就已经做出水晶工这些东西 今天是人的 那是一个科技帝国的展现 你没有到那个水准 英国女皇来看 哇 这不得了 里面就像 空间 里面有种树 种花 种草 花园 来 下一张 这当时的照片 看完了 我现在时间不够 我跳快一点 说到 帝国 我们 我讲这个会不会讲太深 来 我先不讲这个 待会再回答 下一张 说到帝国 我们一定要说到美国 美国给我们接领 对不对 美国是主要在领域 我们来认识一下美国 这是什么东西 看不见 这是在美国的大学 只有在加州 美国有50州 对不对 50州里面 一州里面 大学有这么多 全美国有6000多所大学 这里面我随便讲几个名字 让你评评 你有感觉不得了 里面有Stanford大学 够大了吧 有博克莱大学 UCLA 加州理工学院 都全世界排名前面的学校 UC系统所有的大学 都在里面 这是美国 一个州里面的大学 来 下一张 新鲁里 知道有这么多 这是长春藤的大学 美国有一个叫长春德大学 长春德大学 有这几个学校 博朗 Granbya 康南尤尔 达特茅斯 哈佛 Princeton Pen 也有 我告诉你 这都捐的钱 每年 捐给学校的钱 多少 前20名需要总和 13兆台幣 13兆台幣 你知道对造有没有概念 其中一个学校 哈佛 造了 每一年 冠起 冠后一年就超过一条 台湾每年的生产 不过就是这个数字而已 整个国家生产 不到人家大学 捐的捐款 有没有一点概念 就是帝国 帝国算的数字 我们在算 你台湾人不太好算 我算给你看 我把那大学拿出来 在学校里面 人家捐多少钱 给你看 数字在这边 Billion 有没有 32.3Billion 乘以30 就是一条 要算 来 下一张 这讲 美国大学生在玩的足球 在座 杀人都很醜用 来 逼看看 大家觉得自己很壮的 比比看 200公分 200多公斤 300公斤 打美式足球 在美国其中有运动 叫做美式足球 大概只有美国可以玩 其他欧洲 加拿大也玩一下 日本要学 学不来 因为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大小 盾位跟速度的人 跑出来 这是美国在玩的游戏 美国在玩的游戏 你现在最近看四族 对不对 你来看美国 为什么不想玩四族 因为他有更好玩的东西 这个东西多可怕 来 下一张 给你看这种身材 你会怕死 来 这是他们的高中球队 高中 高中就这种 我们是体系 再来 大学队 职业队 每一场都这么多人 我在讲美国的游戏 来 下一张 他们有 光这游戏本身就很复杂 这里面有看过美式足球的举手 知道美式足球 好啊 那我讲美式足球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他们有offense 有defense 有攻击的队伍 有防守队伍 还有second team 里面主要有什么 quarterback 四分位 还有前锋 跑锋 旁边 taco 都有 这些都美式足球 像什么 这种 这种球队跟球队对打 像什么 像军队 军团在作战 每一队都很败的人 因为他的重量 体重 跟冲撞力道 太大 大到一个程度 每个人都戴安全帽 才可以打 这场球赛 振手 振手 死的一堆 很多人玩这游赛 断手断脚的很多 都在穿护具 全身都保护得好好的 还是会出 还是有人受伤 有的人因为这样终身残废的 这美国在玩的游戏 我们没人知道 你们这样叫就抓起来 我以前在美国 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那个宿舍 刚好有一个是打美式足球球员 我跟他玩 我那些人都已经200多块 这个手就抓起来 我这个人也蛮重的 我也78公斤 这样刷就把他抓起来 他可以两只手提80公斤都OK 这种人要怎么玩 怎么怎么玩 这叫美国 这是美国 我慢慢让你知道 那个概念跟比例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不同联盟 这只是其中一个 什么大十二联盟的学校 就已经每个学校 都有它对亏 对灰 都有 这产值有多大吗 下一张 这是美国的军队 我刚才说到那个 我给这些军团作战 美国军队要养那么大军队 人从哪里来 我跟你讲 就从这些运动里面开始训练出来 学会什么 你在什么位置就打什么位置 好好把你那位置的事情做好 你没有招待的中包 所以美国就训练 这是一个团体的活动 团体就是我派你去哪里做什么事情 就好好做那个位置 我不要讲那么多 来 介绍美军 美国军队里面有 ARMY Marine 海军陆战队 陆军 海军 空军 还有什么 Cost Guard 海外防卫队 这陆军呢 Marine的左上方 进来台湾的Marine 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预算在这边我都有写 他整个国家预算 在军事里面 Budget是600Billion 这10亿 10亿 百亿千亿 6千亿 然后 这么多台币等于18兆台币 18条 7兆军队 这里面还有各种各种各种的装备坦克 然后这边 你看航空母舰人是整排的 不是这边华鸣公 不是只有一台 不是二手 抗弓母舰 全部是新造的 然后这边海军有海军的飞机 它有隐形飞机 隐形船 这也不同他们军种的那个logo 还有预算 每年有多少 32万个 这个 在海军里面有32万人 54万 55万人是 陆军 Marine 人不多 但是也是很强 千万 十万 19万 20万人 这 空军 这有各种飞机 然后这是有 有没有 这是美国的军种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帝国 帝国要当老大 你怎么能当老大 你没有这种东西不能当老大 每个人都要跟你挑战 对不对 现在美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美日安保就是美国的武力 加上日本的武力 下次有空再跟你们介绍日本的武力 再加起来是多大 我只是让你看美国 全世界爬 现在军队全世界可以打的就是美国 他去哪里就是到哪里 他可以打中东 他唯一的军队全世界打过就是美国 其他你要好称多大都不可以出国 中国军队在多大 人家说几分之后要改改改就是这样 你各方面都不行 随便讲 这次不是马航在私事空难的时候 中国就是什么卫星图给它破 最后来就像笑死人 又不是 对不对 解析度又低 这怎么能够拿出来开 让人听 不行嘛 科技上不行就像上伊拉克 你知道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 伊拉克当时的军力 号称世界第三还是第四大 坦克部队吓死人 几千台 米军那时候没有几架 就运到那边 中东跟他对打 结果你看到照片 我那时候人在美国 我在那边念书 我就看那个 直升飞机这样飞过去 就看他每个坦克车 上面都焦黑的尸体 那个动作还维持这样子 那表示什么 你看得懂吗 你们当过兵的 就是我还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时候 我已经被烧成尸体了 我还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时候 我已经被人打死了 变成焦尸了 我坦克几千台 瞬间之间都被人消灭 坦克我管你多强 我 我找你 一公里就看到你就完蛋了 对不对 你还没看到我的时候 我炮已经出去了 已经打到你了 你坦克还要用有点爪 是不是 这种科技上的差异 你有沒有这能力 看到那个 然后又有这个火力可以打到你 就是在未来的战争就这样 当你的技术相对悬殊太多的时候 你飞机整台都在那里剩的数量 台湾很多媒体人都觉得 中共有多少军队 多少飞机笑死人 你飞机都蒙上眼睛 这叫飞机吗 就等下当打把打 对不对 我在讲这个 对我当过兵的 雷达的能力代表 你可以搜索的范围 人家可以抓得到你在哪里 你抓不到人家在哪里 你不是等于 被挨打的份吗 那挨打的份 那你当然 你别人呛什么 你就鼻子默默就不见了 就是这样子 武力悬殊叉这么大的车 就是这样子 好啦 下一个下一个 我不再讲这个 好啦 我刚才跟你们讲宗教解码器 那接下去我要讲艺术 因为今天是艺术课的 来 下一张 我们来讲艺术 再轻松一下子 太辛苦了 来 下一张 这过去 几万年前 两万多年前 壁画在法国南部 也上过艺术 台湾史解码 你也知道 你像我说几万年到的后期 有没有 有看过那图 那我给你看壁画 来 下一张 好啦 这里面 这些画有一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大家可以得住个结论 这是过去的道 这些画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 然后直接讲单 定格 这些都不动 对不对 虽然在荡秋千 就停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现在知道了 来 下一张 他画了在印象派 蒙内这些人画的 不同的人 印象派 OK 下一张 这皮卡索我上次讲过 他立体画派 有上过艺术史 台湾史解码 真是抓手 有没有 台湾史解码 没有吗 这么少 没有上过井举手 哎呀哎呀 OK好 我这样 这个看得懂吗 然后这个是皮卡索 他在190几年的时候 就画出这个东西 请问你这是怎么看 看不到的这么抓手 看不到的哦 看不到才可以抓手哦 看不懂情趣的 好 请放下 看不到 我现在只问看不到的人哦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说你看不到哦 好 请问这里面画的是飞机大炮吗 哎 这就看不到 你说 你就知道是人啊 你看不到 里面是画男生吗 你又知道画女生 你又知道五个人 你又知道五个人 你是不是就都知道了 你跟我说你看不到 看不到 现在会看了吗 看得懂了吗 看得懂了哦 不要再讲说看不懂哦 只是说这个画的女人 跟你期待中的那个女人 不一样而已嘛 怪怪嘛 对吧 跟你以为的 所以你过去的观念不对嘛 你的认知是死的嘛 这说不是抽象 它是写实 它是写实 例外是人啦 你如果抽象完全什么都看不懂 这不叫抽象 这叫什么 立体画拍 立体画拍是什么意思 就只有一些东西不是这样看而已 这样也是 这样也是讲话 你看我感觉这样而已 我感觉这边而已 这不是我 这也是我啊 每一个角度 时间固定 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件事情 就产生不同的面向嘛 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立体画拍 会看到吗 来 下一张 皮卡索画那个画 现在会看 比卡索说他的画立体画拍是跟这个人学的 偷他的 偷他的什么东西 这个人叫做什么 赛上 赛上他以后晚年的时候住在这个山的前面 下一张 他去一张山的头巾住了 每一天就画这个堂 就画这个山 画到后来 来 下一张 就变成这样了 灰灰了 对吧 画风景画到灰灰是小的吗 不是 他做了一件事情 你们在座各位有人谁写生 写生 画画课有没有老师把你带出去写生 有没有 有 好 写生都多久 通常是你去写生都多久 半天 对 通常都半天 早上去吃便当 对吧 很欢迎在想吃便当 对吧 就去画嘛 赶快画 我请问你 写生有没有 十分钟写生 没有 有啊 怎么没有 有没有五分钟写生 我们班上坏同学都是五分钟写生 对不对 月后就快走 走去截斗了嘛 鬧地好好月 都这么黑白做就走 有没有一分钟写生 即使坏同学也做不到 对不对 有没有一秒钟写生 没有可能嘛 对吧 但是 来 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定格画面 诶 这都是一秒钟写生耶 是不是 是不是定格 我请问你 秋千可以当到一半 让你画的吗 是不是一秒钟写生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去写生 带学生去画画的时候 我说 你在画什么 我说 画读啊 现在是中午 我刚才是早上八点来画耶 现在中午 太阳都换位置了 你为什么你的影子还是在这里 对不对 早上的光纖跟中午的光纖都不一样 为什么你还要画早上八点的画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是不是一秒钟写生 不行 重画 对不对 你要画你看到的嘛 写生是什么意思 就画你看到的嘛 你明明明看到是什么 还在画这个 那你 一个OPPAN 没错吧 写生要画你看到的嘛 来 下一张 就是 再下一张 这个就是一个好学生 赛上就是一个好学生 为什么 他在那边调颜色 调调调调 看到这个是橘色 放了 不对 这是前一分钟的 我在调的时候花了两分钟 两分钟就云过来了 那地方会遮掉了 所以他回去又再重新改新的颜色 再调调调调 颜色又换掉了 现在知道吗 所以 这幅画应该怎么讲 他如果画了三个月 就是 这三个月来 对这座山的写生 对不对 没错嘛 一看到山都涂什么颜色 在灰灰灰 因为它颜色一直在变化 它是一个记录 这是三个月以来 对这座山的记录 叫写生 对不对 它是好学生 这样看得有没有 所以它是 观察点不动 时间在动 刚才比卡索是 时间不动 观察点在动 现在可以看了吗 所以比卡索偷它 是偷这个概念 所以它创造出立体画派 高级班 我们再上高级班 下一张 好啦 可是这个 比卡索做的事情 就是说 开了一个 潘多拉的盒子 它这盒子一打开之后 妖魔鬼怪全部跑出来了 为什么比卡索是最伟大的人 因为他开启一扇门 就说观点可以不一样 像人说围斗斗 一定要围帆布上面 我一定要画正方形 像人说 没有啊 所以呢 有人说 画画如果是概念的话 我就把真的椅子放这边 画的椅子放这边 再把字典上对椅子的定义写下来 放在那里 这也是画啊 有人说 大地是我的画布 我插壁雷针 雷打下来 这就是我的作品啊 上帝来画画 这样啊 叫大地艺术 有人也削一削 他从山上弄一个推土机 把所有的土都推到海里面绕一圈 这也是作品啊 你不要 不是传统的艺术的观念啊 我这艺术观念改变啊 把漫画放大 一些艺术品啊 下一张 一张 这看有没有 这什么 这是一个岛 这个岛 线那些小台呢 这一个岛呢 这线在那些 晒来晒去呢 这都线耶 有一个艺术家 你就稍稍用布 把这整个岛包起来 围起来 这个气魄大不大 布 一个岛不够 还两个 三个 十几个岛 他要用多少布料 要用多少船 多少人力 我跟你说 你要拍一个影片 请一个直升飞机 飞到这么高的地步 拍这个照片 一天在台北市一百万 要有摄影师 要有开飞机的人 要有里面的装备 还要上上下下 油钱 一百万 你看他就要花多少钱 这里面多少钱 多少布料 饮料 怎么做三好 你穿 还不可以 我跟你讲 在技术上有多少困难 我一个一个分析 你们那不是制造业 我就分析 河流是在流动的 天气是会变化的 对不 你要把这布包的 让它布不会动 你要挑同一个颜色的粉红色 有没有很厉害 这跟帝国的艺术家会玩的游戏 下一张 这张削到前头 这两个 你怎么说Crystal跟Shun Cloud 你看这堂 你看它包了几个岛 一直包 一直包 包到那里去了 有效 这人整个海岸线 都把布包起来 整个海岸线 把布包起来 不同的布 这是粉红色这个 后来把整个美术馆都包起来 下面都是人 圣路仪式的那个Arch 把它包起来 有效吗 艺术 帝国的艺术 人生这块 规模这么大的 吓死你 帝国在玩的游戏 要了解 那意义是什么 他自己有这么多钱 可以做这件事 不行嘛 一定是有人赞助 想要被赞助这块 这不是一般人 资源回事 有人可以想得到的 来 下一张 好 这是抽象画 你要讲抽象画 这叫抽象画 看到没有 睡觉抽象 你不能用具象的东西看抽象的东西 你脑袋要换 所以你换的位置 你又换了脑袋 你还用以前的观点来看事情 你能看不到 但是这已经是 七八十年的事情 你吃了 你背部 阿公阿嬷那时候 卧套了 1957年 60年 纽约的时候 艺术家 William de Kooning Richard Dippencoe 都死了 Jackson Pollock 都死的人 卧套 那时候就不是这样 你看不到 你就表示 你的艺术性能 退到好几百年前了 对 还是阿祖的最初 下一张 Jackson Pollock 下一张 William de Kooning 就是因為國安美術館這種畫 有的人就開笑走說 我說放這個我沒有放在美術館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一百多元幾百萬美金 好幾億台幣 每一幅畫好幾億 現在你聽到嗎 大家用錢買了好幾億 台灣人很奇怪 大家換人數字就知道了 換人金錢金多少錢 這幾塊 大家就這樣 叫你看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說皮卡索的畫放在台北地下 地下拿去放一張 等在頭上 沒人賣了都把他拿進去 你拿幾億的畫都拿進去 這什麼東西 哎 煩死了 對吧 對吧 不適貨 我現在弟弟要把你拿 下一張 所以剛才那個小小 就有一群藝術家照出來說 你們這個會不會太離譜 我們要平常的人看得懂的東西啊 所以這叫Andy Woho 他就做一件事情 把罐頭拿出來畫 就相對於所謂的high art 做一個low art low到什麼程度 叫瀑布藝術 知道嗎 瀑布藝術 就是畫罐頭 下一張 瑪麗人物 她那時候最流行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瑪麗人物最紅 大家都想看她 她就畫這個給你 來 下一張 Annie 我好嗎 這個有漂亮嗎 雪納瑞的狗 梗類的狗 她用花去做 這是Jeff Kun做的 普普藝術 不要再去看黃色小鴨好不好 這比較漂亮吧 這比較有水準 來 下一張 這個 普普藝術 再下一張 好啦 我剛才講完藝術 把你們帶到當代藝術 至少 那個還不是當代 還是最近 已經也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還沒有給你最新的 藝術使解碼 就是讓你把這方面解碼器 讓你們知道了 你的頭腦 就會叫做Mind Blowing 把你的腦袋啪 那這樣啪 這世界怎麼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宗教解碼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 怎麼在信這種教 回教 基督教 我在做什麼 我怎麼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對吧 世界上人在玩的遊戲 怎麼是這樣子 美國怎麼這麼大 他每年的金額在那邊 賺的錢怎麼這麼多 還自以為自己就了不起 美式足球裡面 美式足球裡面 我們台灣只是幫他做那些零件 就已經賺翻 對不對 怎麼這樣 這是什麼什麼情況 你們要慢慢修正你們那個 接下去 我就跟你講 紐約多快 在18多少年是這樣子 你有看到電線多少條 沒辦法跳樓自殺 那跳樓叫卡錫 就卡在上面 沒辦法跳樓 那時候整個街道都是散 很快之後 紐約1907年 百幾年前的 紐約已經是高樓大廈 鋼骨結構 都這種 再來 紐約現在 帝國 你要看帝國 來 下一張 我現在講這個 因為你們很多人沒有上過我的課 我要慢慢講 生存節也上過我台灣書的課 都看 過去我們人跟人之間 來 先講這個好了 為什麼我們 我自己講藝術都聽不懂 就覺得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在現在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 大家看不懂 因為你被圈在一個圈子裡面 你要走出來 來 回到那個 好 我先講這個好了 台灣人 過去 怎麼說 好 這樣講好了 你們小時候長大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自己存在 你怎麼知道有你這個人 你怎麼知道有你這個人 透過媽媽 對不對 等他出席的時候 媽媽 他肚子餓 老婆給你吃冷 對不對 媽媽餵奶 你透過老婆知道 我這個人存在很重要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媽媽幫你照 慢慢接下去 兄弟姐妹來了 幫你人 爸爸幫你人 你又慢慢建構 我存在 還有這些人 你是透過外界的東西 來定義自己 再來 再來 所以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主持人 給我熟 你的存在感強的人怎麼樣 你就有自信 對不對 有自信的人怎麼樣 你就學習力比較強 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你的競爭力就強 競爭力強的人就可以貢獻給社會 OK 那倒過來 如果主持人 你摸在腰在腰的時候 啪 把你頂嘴巴 在腰的時候 啪 把你伸嘴巴 怎麼辦 蛤 嚇到 不是靠 靠我大腰打得更厲害 你怎麼會覺得好 不覺得好 點起來 說這是什麼狀況 我過去我在育幼院裡面 照顧小孩子 我帶遊戲 帶拼拼 水果給他吃 總是有幾個孩子 躺在肚子裡不可以照顧 如果手繼續吃 就是不可以照顧 你當作我不存在 後來就知道 這些小孩子都是受虐兒 受虐兒就是自小孩子 在形成他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虐待 所以他沒辦法建構 他自己的存在感 他說不存在 你就把他動作不在 這種人就沒有自信心 沒有自信心就學習力弱 學習力弱以後 就變成社會的負擔 就是這樣 所以過期台灣人說 我是台灣人 噓 一個水果給你生氣 我是台灣人 啪 給你生氣 對吧 過期就是這樣 沒辦法說 不可以說你是台灣人 還可以說 我是中國人 不僅不讓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同時 被否定 不僅否定過來套新的名字給你 結果過期台灣人 都是受虐兒 我們在座各位 包括我在那裡 我們都是受虐兒 叫人家大人 你在形成你台灣人的主體 存在感的時候 被人家否定 沒辦法說 祈福還有套一個名字給你 叫做中國人 你用靈體 所以我們都沒有存在感 一個人在這裡 為什麼你是這樣 你自己選下來的嗎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戰敗 美國派這個 字那流亡難民 幫你統治 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都是受虐兒的傾向 努力 就是變成這樣來處理 所以才有今天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過去講的一個故事 我在台灣史解馬裡面一直講 你們又聽 第一次來我講 以前在聖經上有個故事 叫做格拉生技的所在 格拉生技的所在 天然有石灰岩洞 九灰 九灰水滴下來就變一支一支 對嗎 鋪起來會一磅一磅 磅很多之後 也變成天然的墳場 意思就是說人來史 博家鋪走在那裡就好 免得做觀察 因為天然就有一磅 一磅一磅一磅 很多磅 所以都生長 帶大便 就放在餐裡就好 久而久之的這個地方 格拉生這個村子裡面 都變成天然的墳場 天然墳場就有很多死人 死人坐就什麼 老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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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村子裡面有一個人 就叫鬼復心 復心裡面就有亂 亂的村子裡面的人說 這樣不行 這個人很麻煩 不然鐵人要拔拔起來 這個人就叫拔起來 拔起來又奇怪 又有力氣 衝回去 人們都走回去 毛布裡面去走 整天不穿衫 走來走去 亞蘇來了 耶穌來了 就衝在亞蘇頭前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還沒到 你現在就來了 難不成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亞蘇不再說話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坐在那裡 你知道他說他是什麼名字嗎 他說我叫他滾 一滾滾滾 一群一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所以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 他沒知道回答他自己的名字 是鬼替他回答 為什麼他被鬼附身 鬼已經控制他的身體 你叫什麼人 你叫什麼人 中國人 台灣人就是叫鬼附身 你自己的名字叫不出來 亞蘇很厲害 亞蘇說 亞蘇說 你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鬼都遭遭出來 付到豬裡面 兩千頭豬就衝到海裡面 淹死 這個人恢復理智 真起來之後 就知道自己是什麼 三個又穿回來 恢復理智 這就台灣人過了 你叫什麼人 我中國人 你怎麼說鬼的名字 什麼是鬼 中国流氧难民 这支那人是鬼 为什么是鬼 一个死掉的政权就是鬼 不是什么 离开他本来的身体 到台湾来 这不是他的身体 那就是鬼政权 鬼的净款附在台湾人身上 叫你说他的名字 鬼最爱是什么 鬼要找到人的宿主 祭族 叫他人的姓夫顶管 台湾人这个不是他的土地 这支那人来的时候 叫你说他的名字 你又没有叫鬼附身 发你的事情出来 这鬼就要走吗 那不是 这不是你的地方 你都要走 真理出来 鬼就要走开 台湾人就恢复自己 真正的身份 真正的新闻就走出来 就选走 对吧 大家知道了 好 慢慢再讲 过来 我现在发觉我们高级班 很多人没有上我的初级班课 所以我现在等于在补这些东西 不然你们不知道听得懂 有点复杂 讲到这个我要讲到一个叫生存的战争 过去部落跟部落 以前是部落形式 所有人类在没有国家之前 大家都部落 部落之间打一打去 为了什么 为了资源 比如沾土地 沾水丸就收台 通常是较大的部落会打赢 部落打赢后对对方的部落做什么事 都要装台 都要装台 装得了 因为怕你什么 怕你有一天会反叛 跟我换 对吧 所以都要装得了 久起来这样也不对 都知道装得了 我土地越占越大 我人都沙光了 我还要派人家去装作 对吧 土地没有人种嘛 这样不行嘛 所以呢 我学聪明了 黑聖了 我如果要台 我只能台较聖的 有烈的 男生 台湾 村老若父老的那些 继续给我种田 时间把我换水 换多长就好了 对吧 本来是都要台 可是你一个人在台上 怕算嘛 你就再利用嘛 所以我给这种人的名字 叫做资源回收人 资源回收人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本来要丢掉的本手 再换多长来输用 那叫资源回收嘛 这个人本来要用台条 现在还换多长来做 我们介绍的资源回收城市 香港嘛 对吧 香港过期有英国统治嘛 英国有个总督来嘛 香港都努力赚钱嘛 时间够要抽水嘛 钱就送到英国去嘛 你香港人努力赚钱嘛 中国把他换多长来之后 你说江泽民那些说 舞蹈跳马蹈跑嘛 就叫你继续运作嘛 我时间到了我钱就拿都回来嘛 最近中国开始叫他唱 中国人民解放歌啊 起到北市就跳下去 不好意思 你没有资源留在那裡 有资源都走了 移民去英国 移民去加拿大 移民到澳洲去了 不是 没有办法就留在那边 继续被人家淋滴嘛 现在中国叫他说 来唱中国歌 那当然哦 你就中国人啊 你香港人以为你是谁啊 还是英国人嘛 秋西人 所以那些资源回收人 那资源回收人 那资源回收人 那资源回收人做什么 我跟你说 资源回收人 每天就是唱歌跳舞 吃饭睡觉 买东东 那资源回收人 资源回收人 他的功能很简单 他是没有脑袋的身体 没有脑袋的身体 就是资源回收人 每天都可以工作吃东西 但是没有脑袋 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所以那些人虽然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英国 移民到不同国家 他还是资源回收人 他在当地就在制造生产 供应给当地的政府抽税 就这样 也叫资源回收人 资源回收人 我再押韻一次 唱歌跳舞 吃饭睡觉 买东东 每天的生活就是那些 这些人没有脑 对不对 没有脑 他还是有脑袋 什么脑袋 他的脑袋是什么 他跟你说媒体 媒体 因为脑袋就是媒体 媒体跟你说什么 他就相信什么 这些脑袋可以 他的记忆力有多长 你知道吗 媒体多长 他就多长 比如说红仲秋 一个月 就一个月 黄色小孩 一个月就一个月 三绿青 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过了一个月以后 媒体没有再报 这记忆力就没有 资源回收人 就不管这件事 你就当作这件事 没有发生过 只要是资源回收人 他的脑袋就是媒体 控制他就是媒体 媒体叫他上街去抗议 他就上街去抗议 他就说什么是什么人 对不对 因为媒体对他的讲是 你比较之后 有更多 没有再念书了 你的资讯从来哪里 媒体 媒体给你搞什么 你只会中文 你只能看中文媒体 中文媒体是挡得喉舌 一直挡得喉舌 起出来的人 养出来的资源回收人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憐 过去就这样 大部分人 你的一辈子都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资源回收人 我们社会大部分里 都是资源回收人 你说 来做法理的课 这才有那么多 我有车帮他晒 我有好处帮他住 我想说这么辛苦做什么 下一张 来 下一张 再下一张 我讲这个 先讲那个 有阶层那个东西 一层一层 这就是这样 有人说 我现在已经担地保了 我塞勒勒基米 我塞布加地的跑车 我想说怎么来参加 你民政府这参加什么 我跟你说 你可以往前走 往后走 往左往右 都可以 你可以买东西 但是你的名字叫做奴隶 怎么又跳到这一盏 来 这个 你上街再怎么抗议 整个百万人上街也没有用 为什么 这个叫统治阶级 你跟他的阶级不一样 你哭得好 你的小孩在送 去接受奴隶的教育 人哭得好 怎么哭 他就是做你总统 国家公他也就做你市長 为什么 他是统治阶级 所以你改变不了游戏规则 你背人家 你就在这个阶级 无关于乡求什么 你就是努力啊 你的身份是这里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你如果叫一个人跟我们通知 所以我们顾这个 美国 你要直接统治我们 去用冠 我叫一流到二流的国家冠 也贏得好 你让你末流的国家冠 了解喔 我不讲太多 我发觉有些人开始难以接受了 来 下一张 因为难以接受就有一个用 你就是努力嘛 你就没办法思考 你过去的思考都是套在这个圈子里面 想办法帮你带出来 来 回到那几个大圈圈 那个啊 这 就是最前面 最前面的 我有几个那个 台湾史解码的一开始 那个大几个大圈圈 最前面的地方 有几个 我发觉我今天故事不能说太清楚 开始 来 来 帮我走一下 就是那个英文那几个单字的后面 对对对 这里 然后再上一张还是下一张 有一个很多圈 对这里 我过去上过台湾史 所以我说你们跳 跳这个高级班有点困难 我要补一些故事给你们 那台湾人是什么人 蛤 没有上过我的课 你们可以讲得出来吗 讲不出来嘛 对不对 对 M174后代他有上过我的课 来 那天看我停电了 那天看我停电 阿咖 你可以帮我找出那M174那张图 给大家看 在这个时候我先跟你讲 我们本来台湾这个土地 我们已经生了四万年了 本来是部落形式 后来我们本土台湾人有结局的 叫大杜王国 后来在最近几百年的时候 西班牙荷兰清大清帝国一拜 一拜 一拜之后 家务战争 大清帝国战败 把台湾跟澎湖割让给 台湾本帝国 对不对 大日本帝国拿到手中以后 他建构台湾的主权 主管建立了他做一件事情 1945年4月1号宣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行在台湾 所以从这个时候有一个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Permanent Change System Change 永久性的改变 就是你的身份已经不能再改变了 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OK 有人说不是这样啊 现在不是在讲中文 不好意思 就是暂时性的系统转变 为什么 美国驚入日本太共派一个流氓政府 给你管理 就是要破坏你原来很强的系统 就是要破坏 就要把你破坏 就叫这段 这段又不是现在的中国 这是中国建树的人 中国流氓系统 通过颜媒体 依言 教育 信使宗教来台湾 像一个八爪章鱼一样 要来台湾吃 这就明明不是的地方 这些人已经很清楚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找到那个 有找到的话 帮我PO上来那个照片 没有的话我继续讲这个 有啦 我跟你说 我现在给你看这堂 是科学证据 你自己上网去查 国家地理杂志 你们有听过 国家地理杂志做一个 现在的DNA研究很清楚 你要知道 你们小孩是你生的 很简单 把DNA拿出来就知道了 对不对 做比对 是不是你儿子很清楚 没办法骗人 你是什么人 很简单 我跟你说 人在复制他的后代的时候 你的软色体会复制 duplicate 复制的过程当中会有误差 误差的话 产生变异基因变掉的 所以对你生出来所有的东西 都有这些记号 所以对你生出来所有的人 都有你同样这个 变异的基因在身上 那用这个来倒推 所以国家地理杂志做一个project 全球抽了70万个样本空间 就是对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倒追 你是谁生的 你是谁生的 在队都断掉 最后他就把 人类迁徙的图画出来 所有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类 都是来自于 什么样的 看这桌子有没有 所有现在人类 因为你的血液抽出来以后 科学证据 都照到这里 非洲 现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人类的祖先 在六万年前 都由非洲走出来 从非洲有一部分 走在欧洲 有的走在北平 有的走在中亚 这样可以看 有的人说 许阿师你说的太多了 我从哪里来 好 我来说这个 有一支在这里 叫做M174 从非洲起来 非洲起来到南叶门 返到印度南部 返到马来的半岛 爪哇印尼 返到台湾 三万年 三四万年到台湾 再来到日本 到北朝鲜 再去所谓的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里面有什么人 有欧洲来的 有中亚来的 有印度来的 很多人在里面 十几种人 所以谁是杂种 中国人是杂种 当然是杂种啊 大杂种啊 他们很多人在里面混的 谁人是比较顺 台湾人在这里 为什么 想不到比较顺 过去这几十万年 没有外面接触啊 没有外面接触啊 因为没有那些航海技术啊 都在这些堂里面啊 高山座到北部座的 后台都在那里生团 几十万年啊 后来是怎么在这里 跟人 因为开始变成人家 那掠夺者有幸福的地方嘛 要来掠夺嘛 所以欧洲人派准来这里 给你探 看有什么好夯的能够拿嘛 中国这也是嘛 这支那人来了嘛 所以没有所谓的汉人 这件事你知道吗 你如果说有汉人 你把汉人的DNA先定义出来 然后科学定义哦 只要有这种血统的人 叫做汉人 你定义出来的话 我可以承认啊 我们现在讲科学证据 口吼吼进骨 不是说你说什么 你不能说 我说台技我就台湾人哦 你说客人你就客人 你就客人 不是不是啊 所以全部我们台湾 本土台湾人都是 高山座和平坡座的后代 M174的后代 这在这里生长了四万年 因为人家文化上强势给你夹 所以你想说 我说客人我就快客人 我想说我说火锅就变火锅人 结果都不是 你是M174的后代 在这里很顺 因为没到外面去揽嘛 你知道吗 你的血统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你自己要先知道自己是谁啊 你连自己都不知道 谁人在带别人在圣旗 在泡影 既然买到又带别人圣旗 那就是台湾人做的事情了 谁人是背座 我跟你说 你去拜中国人就背座 你自己的祖先在这里四万年 你去拜什么东西 是从这里出去了嘛 所以那时候韩国人说 他们是中国人的祖先 中国人去到那里死了 叉叉叉叉叉叉 没办啊 政府啊 这个科学证据啊 你的血就是从这边过去的啊 日本人又是韩国人的祖先啊 台湾人又一堆去日本啊 印尼人 一堆马来人又来我们家 非洲人对那里来啊 科学证据是没法啃嚣 没法啃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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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文化语言这种 属于文化诚挚的东西的 姓氏也是人家给你的耶 本来我们祖先四万年前的 姓氏不是这样的 阿公 阿祖的名字 顶在上面教你的 Peter John Rock 你的儿子如果是Water John Rock Water 是这样的 对两代而已 这是以前的部落形式的姓氏 是这样子的 中国那边来的姓氏才是黑的 你惯性 适性 为什么要给你通知 就女儿来了 你对我生了 那是文化上的强势 结果都不是 我们的头声就清楚 就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所以这个Dr. Spencer 说的一句很出名的 他说什么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故事 是记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你没办法骗的嘛 不要讲那些文化上的故事 没有用 这几百年 那几百年就没有什么好讲 我们讲几万年在这边生态 流的血 在我们的心股上面 那你就知道你要效忠谁 你如果去拜别人的祖先 你就不会做 那你祖先在那四百年 鼠典望祖师他们不是我们 对吧 你的人对我这么去的 你身上带着我 你身上流的血 由我这边过去的 这样可以看 来 再回到下一张 我们刚才那个圈圈的一张 那个几个圈圈 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 血统你确认了 但是你的身份 政治身份也确认了 这个土地是有主人的 大致本帝国天皇所拥有的土地 实施宪法之后就是了 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没得分割 现在为什么有这个系统进来 这是暂时性的 要把你破坏大日本帝国系统的 暂时性的做法 但现在时间到了 日本 美国 合作会 这系统要恢复起来 恢复起来 这个系统就要走了 过去这个八爪章鱼 透过各种方法 把台湾人抓住 那些东西都要走 用什么 姓氏都要走 这是你的生不是我们的生 所以为什么以前 皇民化跟你改姓氏就是这样 日本人说 现在你是有一件事不得的人 你当然是跟着大日本帝国的姓 反正你的姓是本来就是后来给的 不是你原本就有的 对不对 你2000 你4万年前的人 就这样传承下来 换什么姓又怎么样 你这样合法的身份 女生都已经嫁人 就跟着夫家姓 就是很正常合理的事 对不对 还有宗教 我们现在切身已经定了 我们的身份已经定了 法律上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我们就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就很清楚 就没什么好怀疑 不然不用惊疑 宗教也是从那里来 但本来这些只是拜天拜地 人家自己没有产生什么宗教 连芝纳这个地方的宗教 也是印度来的 从不同的地方产生 不同的部落在上面 产生不同的宗教 所以你现在是因为受他 所以大清帝国来台湾通帝 用什么 起床 起床 求税 贪污 起床 起床 求税 贪污 起床 把你围起来 你要跟他做生理 就在入院里面 跟他缺錢 起床 叫你拜我的生 求税 贪污 这就以前知道 来台湾的通帝有方式 现在知道吗 语言 教育就是这样 以言来改 以前我们本来 在北部那台 本来说日记 去日本留学 很多东京地带回来 乖一下 现在可以说北京去 他不要说台记 不要说日记 把你的语言断根了 所以把你两只手绑起来 随他打 说台湾人河曼谷 说话 不是 你用台记用日记辩论 对吧 所以这个人回来 下一条 就要重新学 支那语言 北京去重新学 对台湾人河曼谷 对台湾人河曼谷 不然不然不然就行准 像这样 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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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好 好啦 我再走回刚刚那个后面的部分 再回到我刚刚那个 经济解码的地方 说到这个 我偏期再说一个度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你们知道战俘营吗 战俘营在关什么人 德国战俘营里面关什么人 不是啦 那叫做集中營 战斧營是關什麼人 集中營關什麼人 不是啦 德國哪有關自己德國人 不一定英國 叫盟軍 跟他相打戰書的叫做战斧 猶太人是要整的 叫做集中營 那不一樣 我現在說盟軍裡面的战斧營 關那裡的人 通常是外面都會騎衛兵 對不對 戰衛兵嘛 為什麼戰衛兵 所以 很多德國人喜歡在裡面工作 但是吃飽了 結果在那裡不中 他不在那裡 不在那裡 不好意思 德國那時候外面物資缺乏 都沒有東西吃 德國在戰服營裡面 德國要做好看 給國際人道組織看 戰爭法在處理我們的戰服 所以每一天都有吃三餐 晚上還有消耗 所以很多德國人喜歡在裡面工作 為什麼 工作就有飯吃啊 但是吃飽了 多少又帶一些材料 所以那外面 戰服營裡面的外面 站在外面是要怕 德國人是去裡面工作 偷帶東西 偷帶出來 所以是站在那裡 外面每一天在裡面工作的 德國人出來的時候都 袋子打開 看有沒有 好 下一個 袋子打開 再加一個 接著一個檢查 結果 檢查裡面有偷帶食物出去 結果裡面有一個好朋友 跟外面的衛兵是從小一起長大 自小孩做一個大寒 外面的衛兵就跟這個裡面的朋友說 我們做一個大寒 你什麼樣子 我算是不知道 哪個境界 我給你檢查你的袋子裡面 都空空的 好幾個月啦 你不要偷帶的東西 那些朋友說 你是好朋友 你不能跟人家說 好 我要跟人家說 你到底偷帶什麼 我每一個人檢查都空空的 說我偷的就是袋子 那時候沒有塑膠子 那時候偷的是帆布袋 帆布袋一腳多少 千幾塊 兩千塊 對不對 要不 要啊 一兩千塊 每天偷一個 一個月下來偷三十個 三十個乘以 一千塊是多少錢 三萬塊錢到六萬塊錢 那麼多錢 再去買食物又收賣 騙了 台灣人這樣又算了 為什麼 這個衛兵每天都是 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他不曉得整個袋子被人家拿走 對不對 你設衛照 剛好我設進來的衛照 說不能帶東西進來 沒有啊 你只怕人家 帶東西出去而已 他有沒有說 你進來是空手出去 就帶一個袋子 這就錯了 他只設一個出去的 只檢查出去 有沒有夾帶食物而已 剛好我都不能帶食物進來 沒有 為什麼只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不檢查袋子本身 因為長官命令 長官叫你去看什麼 檢查什麼 你就檢查什麼 整個袋子有外套 不知道 現在知道這個意思嗎 台灣人就是這樣 媒體叫你去看 現在選舉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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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很煩惱 這個人不會掉 那個人會掉 結果整個袋子都去外套 你知道嗎 整個袋子 台灣人整個袋子有外套 補底子 如果人不同的政黨 在你頭前人給你看 結果這都是要給 國安 全民國流行這種 就地合法的動作 大家看不下 大家看不下 你知道嗎 這個構子就要說這個 所以我要給你補充這些知識 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高級一般耶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耶 大家好像是懂非懂 好切起來啦 台灣人好切起來啦 你當然也要檢討 你沒有知識 當然當然也要做檢討 你也沒有製造官 以你現在的知識跟水準 你也沒有製造官 沒有製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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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製造官一天 你就可以製造官 因為你不製造官 所以現在就要補充你這些知識 你不是欠財賠嗎 台灣人欠財賠財 過去不要跟你製造官 怕你跟他拚啊 怕你反抗啊 怕你反抗啊 現在台灣民眾就是 把你們台灣人叫出來 讓你教育啊 給你判斷力啊 你要開放你的心 來接受新的知識啊 要不然你憑什麼 說要跟人家製造 你憑你們這群人喔 素人 你什麼都沒辦法 你要做什麼 要跟人管 吃拼了耶 對不對 所以你在現在接受教育嘛 我們相信一件事情 他們也沒辦法 他們是有人跟他拚拚 我們沒有人跟他拚拚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透過教育上課 幫你訓練嘛 你們回去那個台灣死的 我跟你說 真的以後 把你安插在不同的位置的時候 你也沒那些材料 去官人專業的領域 你也沒人過 人家做全市人公務員 你是陪什麼人管 但是我們跟他不一樣是什麼 法理 他不不法法理 我們罰 所以在這邊受過訓練 是法理很清楚的人 還有一個 你最好傑身自愛喔 不可以什麼 不可以貪污對不對 貪污是什麼 死刑耶 死刑耶 在民進府貪污的官是死刑耶 你如果準備要貪污快走 這是很危險喔 來這裡就是兩件事情 法理要清楚 個人抄水要端正 就是這兩件 你贏他就贏在這裡 你以後被派到不同的地方 你去當他的主官的時候 你的專業知識或許不知道 沒有人家知道多 但是沒關係 法理很清楚 你可以接受上帝上級給你的命令 你去執行就好了 對不對 你法理不要給人家外刷去 不要給人家外刷去 你結操要好 沒人家吃百萬美金給你 看你買的嗎 要不要 當然不要啊 當然不可以要啊 你如果這樣你就是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要執政說難也難 說容易也容易 你只要法理清楚 到時候給你人事權 給你財務權 誰不敢聽你的 誰敢不聽你的 我請問你 就簡單的事情 我派你到一個單位裡面 對 我派你人事權跟財務權 誰敢不聽你 但是你就要接受命令 要不然就是怎樣 被人家換掉 對不對 你不能執行 上級給你的命令就會換掉 說簡單容易 說難也難 但是來這邊的各位 每一人 都有辦身分證 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同心 就是同一個血統 我們是以MEC4的後代 為了要生存 合作為 這裏面沒有所謂的外面的人 已經是我們裏面的人 你要知道 這是大家是同心一體在做事情 為了台灣人 對不對 台日本帝國的臣民站出來 跟美國說 我們是給你證明 我不是中國人 你不要弄錯 我們的身分很清楚 就是因為台灣人 過去不願意承認 自己是台日本帝國的人 才有落得今天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去往 祈福到今天 你以前承認說 我是台日本帝國的人 美國不敢對你 違反戰爭法 對你做什麼不對的事情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去買武器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去做別人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去做別人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叫我兒子去 給我改我的議員 你給我證明為什麼改我的國籍 你沒有資格 我是台日本帝國的人 你為什麼給我改 就是違反戰爭 違反人權的事情 過去美國這樣做 是因為台灣 以前叫做黃朝群 香港人說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對呀 死呀 就是這幾個 幫你當作中國人來寬台 那就是很慘 如果你是中國人 就按照中國人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我是日本人 那都不一樣的意思 你都按照戰爭法來處理我們這人 我們才有資料去 才有資料顧得贏 你們要知道 那個中間的美角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一個人站起來 說我是台日本帝國的市民 我現在受到壓迫 你們違反戰爭法 對我們做不當的處置 我們就是這樣才有辦法 走到這裡 才有夠贏 才有這種情況 整個情勢上的改變 才有辦法把這支 製造那名的官員 你沒有法理這件事 你們在吹的都不用說 不是叫你來討論 所以有很多人說 你們敢不先說 人民也不幫你支持 不好意思 我們這人不是人民支持出來 我們是法理走出來 我們上面是有指導者 就是美國軍政府下的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法理要搞清楚 我們在戰爭法底下成立的 美國軍聖職下的台灣民政府 這管理民事事務的禁護 不是這種 現在獨立一個國家一個禁護 那不一樣的意思 你這個沒搞清楚 沒辦法走這條路 所以你為什麼要唸法理 我們在書裡要背好 要去看勾勢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 你把整個法理弄清楚 你就不會怎麼活活 這個很重要 特別上高級班的我要求這個 一定要有足夠的法理訓練 一定要反覆的看 背道滾瓜爛熟 以後就用這個來判斷 做政治上的判斷 專業上方教給你旁邊的 你會有一個智囊團 自己自己去找 他們會專業知識懂你更多 但是你有政治上的正確 你就會跟他講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就接受命令 執行命令 就這麼簡單 你不用太複雜 不叫你去想的 有時候沒有了 你不可能不在庁 這麼多時間 學到變專業 不可能 但是你會怎麼管 因為你的身分 你的地位 跟你的對法理的認知 跟他們不一樣 就是這樣 後來的人也要抵 也一樣走過 現在的公議員 你要進來我們的體系 也是要一步一步來 上過所有的課之後 才能來擔任 來 接下去 這個東西 在上次台灣史解碼之後 沒有跟你們講很清楚 今天我大概幾分鐘 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你在做以後 可能會做議員的 你要通過法案 也有當內閣隔員的 也有當軍手的 你在做通過一個法案 你准理來掌揚很多基本的概念 其中一個叫做經濟 經濟怎麼運作 你通過的法案 不要違反對經濟運作的基本原則 舉例來說 整個經濟是怎麼運作 講很快 啟蒙時期的時候 人類發現了大自然裡面很多奧秘 你把它解開之後 也併作很有力量的東西 什麼東西 舉例來說 你們家煎水 煎水有蒸氣造出來 你們如果知道有蒸氣團 在那邊看白白的氣 煮出來 但是比較聰明的人 科學家就說 這個人做什麼 做蒸氣機 所以後來 Combustion 蒸氣機有造出來 發明利用這個蒸氣 推動整台機 以前一家人做兩家 後來有這個茄汽之後 幾千家人在造出來 問題做很多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 放那一粒去賣 拿那一粒去賣 後來還賺很多錢 錢拿回來還要做研究發展 研究發展再創作 所以在第一步的時候 InSight就是讓你對大自然有洞見 觀察到大自然有很多秘密 給你解開之後 給你的power 能耐 能力 把這個能力拿出去發展科技 製造很多東西之後 給你reward reward就是把東西拿到市場上去賣 有獎賞回來 這個獎賞就在尬 所以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就是要在尬尬 有沒有 過期跟人家說話 就要佩兩顆刷 跟人家講一句話 再走兩顆刷子回來 現在不用了 手機卡住就好 還可以看到對方照片 對吧 手機 你的記得剛才有手機 大家說手機有手機就好 講電話就好 相當的智慧型 不好意思 智慧型手機知道幹嘛 更複雜 對吧 更複雜就表示你要學更多事情 在外面都擁有關手機 對吧 沒錯吧 他製造新的產品 所以因為這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後 第一個 文盲無知的人就變少了 資本主義以前受教育普遍 沒有現在那麼普遍 西方國家先來 慢慢越咬越多 越到國家參與之後 很多人都受到很多的知識教育 對吧 你有了知識教育才能使用產品 使用產品才能夠咬 所以現在平均的知識水準都很高 就這樣 不是 照顧得使用智慧型手機 才會上Google 才會查資料 教育又會普及 那因為錢很多照顧得做 不然以前的病 那時候病一起來 幾百萬人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有科技的發展 有很多的錢 去做研究發展 那個錢 就弄出很多的醫療的 藥品 解決了人的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平均說明 比過去更多 比一百年前 幾十年前 幾百年前更好 因為這個只能資本主義的運作 人類享受很多東西 包括戰爭形勢改變 過去一台就幾千萬人 黑白亂台對不對 現在是選擇性 把key person殺掉就好了 遊戲規則就改變了 用高級 更高的科技壓制你 你就不會想反抗了 我不敢 我現在只是講給那些聽得懂 聽不懂不管 繼續做 然後怎麼樣讓這個輪子停下來 當輪子停下來的時候 完蛋了 這世界要崩潰了 為什麼 就回到原始時代 打人家修台 手工具 對不對 所以你要資本主義 這個輪子要繼續運作 那讓它停下來是什麼原因 讓它轉更快是什麼原因 轉更快就是 有錢人想要更多 對不對 有好房子還要更好還要更好 越買越多 窮人一直努力說 我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善 我現在的生活 所以一直改善 所以這個輪子一直轉 對不對 才會買東西 如果我手機就是打電話就好了 不想變成智慧型手機 這樣怎麼辦 手機沒人買 市場就停滯 整個就停下來 不是嗎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們以後當議員 通過一個法案說 以後大賣場 我們要節約能源 上升三度好不好 改善27、28度 可以節能減碳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傻瓜 為什麼 你溫度一變高 我為什麼會去家裡買東西 我在家裡就好了 家裡比較涼 家裡開來就四度 所以你去大賣場 就沒有人要去 沒有人要去 東西就自銷 自銷做東西賣給誰了 所以你沒做一個決策的時候 會千一法動全身 如果你沒有這種經濟概念的話 你做的決策都是錯的 對喔好喔 叫人節大家都去做 對不對 身高溫度 節能減碳 胡說八道 你沒有在考慮這個東西 那經濟運作怎麼停下來 我告訴你 共產主義是最大的危險 當這個運作裡面 窮人得到滿足 有錢人 有錢人 好給人覺得人生很空虛的時候 這個資本主義就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人類就回到原始狀態 有錢人覺得空虛喔 有錢人就去吃災念佛了 世界完蛋 抱歉喔 有錢人去吃災念佛 這個世界就完蛋了 為什麼他沒有欲望要買什麼東西啊 窮人覺得很滿足的 就像共產主義 每個人都有讓你有飯吃啊 大鍋飯吃啊 沙馬面請問 有他欲含就好了 這個共產主義就像 資本主義的敵人啊 最大敵人就是這個啊 是不是 每個人 日本最近有一個叫下流社會 下流社會就是那些年輕人 一塊錢賺一萬塊不到 斷銀北部銀刀 對吧 上網就可以看所有的電影 卡拉OK UNICRO買個便宜的衣服 50塊錢7-11便當 日子很好過 他就不想往上努力 不想往上努力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要付出 要往上爬的 要付出代價更多啊 就要給我們麻麻麻 朝九晚五的 那錢也沒有賺多少 他就失去了鬥志嘛 他就活得很好 他就不想努力了 不想努力 這個輪就加不起來了 那就是什麼 一停滯就完蛋了 一完蛋大家就跟著完蛋了 整個經濟就崩盤了 崩盤人類就陷入悲劇裡面 所以為什麼共產主義他們那麼討厭 然後這裡面還有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以後在你們再上高級 再更高級班的時候 我再講越來越多 限時大概給你們解開來這個概念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你欠什麼 所以不要被媒體操作嘛 媒體操作到你搞不清楚 你沒有正確的判斷能力嘛 不曉得要不要講這麼多 好啦 那怎麼讓你轉得更快 就是有錢人覺得我可以享受更多 窮人覺得我只要經過足夠的努力 我就可以往上爬 那市場要足夠的訊息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好東西要賣到好的價錢 壞的東西不能賣到好的價錢 叫優勝劣敗 如果一個市場上 他不好的東西賣得很好 那完蛋了 那叫做政府控制 政府在控制的市場 也就在這個市場不是一個 就是做好的東西的時候被懲罰 做壞的東西被獎賞 這個也完蛋了 所以那怎麼樣讓這個東西 好的東西得到最好的result 就是透過什麼 開放的資訊對不對 比如說我是消費者 我要知道有關於現在比如說說 你會用手機 所有的市面上所有的機 排名出來 但是你一個封閉市場的話 政府來控制 比如說subsidize 一些本土的產業 讓它這個競爭不公平化的話 變成不好的東西大賣 好的東西賣不出去 那就完蛋了 過期日本就是這樣 日本東西賣 越做越貴越好 但是賣不出去 那就完蛋了 所以會做一個重要的動作 讓日幣貶值 讓它變成有競爭力 但本來用銷價競爭的東西 本來是很爛的東西 不能再出來了 中國就是這樣子 中國就是這樣子 不曉得要不要跟你們講那麼多 像你六點的 大家把他弄上腰 這個就是一個密碼 以後我會越講越大 今天上課上到這邊 我們下課 好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 好 餐廳用餐 好 餐廳用餐 好 餐廳用餐 謝謝 谢谢观看